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了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学院的院长 也是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武当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的副主任 黄永昌教授 在我所在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在在线给我们举行举办一次学术讲座 题目是极光片语 元代悲客与武当道教发展 那么按照惯例呢 我先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 黄老师的学术经历 黄老师是毕业于华中师班大学 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职于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学院 同时呢 我们也是湖北省人文社科基地的重点基地 这个重点基地是武当文化与研究与传播中心 那么黄老师的主要研究的领域是武当文化 慈善文化 先后主持各类的课题呢 有50多项目 其中呢 包括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 精础全书编撰的子项目 同时呢 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则级枯古古清代江南 意藏与地方社会等 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一共是14项 并且呢 作为主要成员 参与国家级课题5项 先后发表论文呢 50多篇 出版专著有传统慈善组织与社会发展 还有清代江南意藏与地方社会 还有最近去年刚刚新出版的 武当家印图Y6种等学术专著 以及古籍整理一共计三部 另外还有黄老师跟其他的学者 合著有武当山金石碑刻的选路 还有黄龙古镇 还有实验室改革开放口述史 武当山导游词 还有实验文化简史等 尤其是我刚刚前天 昨天看到这个我们的黄老师的朋友 微信朋友圈里面 这个看到很祝贺的 他的这个实验文化简史 最新出版 一共是我看到是有三卷还是五卷 其中呢 这个全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统稿和撰写人就是黄老师 那么黄老师呢 先后荣获呢 省级教学成果奖两次 省市级的优秀社科成果奖三项 其中呢 黄老师的学术专注 清代江南一藏与地方社会 这本学术专注呢 荣获实验室第八届优秀社科成果著作类的一等奖 这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奖项 那么我们这一次讲座呢 我们也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庄副教授 担任我们本次学术讲座的评议人 那么我也这里也简单简要的介绍一下王老师 王庄老师的学术的经历 王庄老师呢 他是毕业于这个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就在这个华师的历史文化学院 先后获得了历史学的本科学士 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学位 那博士毕业以后呢 王庄老师呢 就到了我们现在这个黄老师 黄文昌老师所所执教的这个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武当文化研究中心来就职 之后呢就职了大约五年之后呢 也就是在2019年调到华中师范大学 也就是他的母校历史文化学院工作至今 王庄老师呢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 还有湖北省的社科基金等项目 出版学术专注一部 另外王庄老师呢 可以说是近年来研究道教的青年学者当中 是属于这个非常优秀的杰出学者之一 先后呢我也注意到了在世界宗教研究 宗教学研究 还有世界宗教文化等一些权威性的杂志 学术期刊呢发表论文 这个有几十篇 那么王庄老师的主要研究兴趣呢 是研究武当山道教 还有这个道教文化 还有老子道家学术史 以及近现代的道教慈善等等 这方面的议题 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的 在我们的会议 腾讯会议室里面 我们能够认出来的 以十名参加的 或者是以化名 但是被我们的几位老师能够认出十名的 有几位是我们的道教的研究的学者 都是非常著名的张全晓老师 还有呢 我们这个河南省师班 师班大学的李小龙老师 还有这个 还有更多的 都是以匿名的形式 我们辨认不出来的 我看到我们的群里 现在有接近 已经接近一百人 现在人数还在不断的 我现在发现 我们的腾讯最高是一百人 现在已经打到了 可能有更多的人已经进不来了 这个因为现在 现在腾讯可能 这个这个这个 我这个版本呢 好像只能极限是一百人 好 那么 我的一个简要的一个开场白 我就啰嗦到这里 接下来我把时间呢 就交给我们的黄老师 有请黄老师 感谢 谢谢黄老师 那个好的 感谢江老师 还有 黄厂博士 还有我们各位朋友 各位同仁 那个 很惶恐 那个 接到江老师 还有李信老师 的这个邀请 那个 他是上个月 我们在 那个我们武当学的 这个会议之上 接到这个邀请 然后这段时间 也在 思考 讲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 就 最后我们想呢 就是结合这些年 我们做的工作 这年跟着 杨厉正老师 我们在做这个 武当山 道教杯客的 搜集整理 所以今天呢 我想那个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主题呢 是关于元代的 这个 武当山的这个杯客 讲这么一个题 所以 写的一个名字叫 极光片语 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 武当的东西非常多 特别是像我们看 宋代元代呀 其实现存的 已经很少了 然后呢 但是即使是 这很少的一些 留下的这个 实物或者是 文献的资料 仍然有巨大的 这个价值 因为宋元时期啊 是我们讲是 中国道教的一个 大变革的一个时期啊 这个 就是在整个 这个时期啊 它是发生了一个 革命性的一个变化 无论是我们 前证派 真大道啊 太语道的这个出现 包括这个 敬畏派啊 敬民派啊 等着 核心道派的出现 那么 在 于此同时 这个时期呢 也是 对于武当山 对武当文化 也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 从我们讲 这个 唐朝 这个 吃风五龙祠啊 到唐末 这个 风为 第九福地 那么到 整个明代啊 作为这个 大越 太越啊 这个 作为皇室家庙 天下第一 仙山 当然这个 呃 展唤的一个 这关键的一个时期啊 实际上是在宋代 尤其是在元代 呃 元代是武当山崛起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时期 呃 因为呢 就是说 我们呃 史料的这个 缺失啊 是比较多的啊 尤其是 几次这个 呃 禁毁 道教之后啊 有很多的资料 这个散意啊 然后本身呢 就是武当山来说 在呃 唐 唐宋以来啊 经过 应该来说 几百年内啊 是因为战难啊 灾荒啊 这个各种情况 这个 损毁的非常 严重 特别是 传世的文献这一块 目前流 流层的不是说特别多 那么 应该来说 金氏碑克资料啊 对于 我们的这个 道教研究啊 包括武当文化研究 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目前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呃 武当山现在 我们看到的最早的 这个 碑克啊 是宋代的 是宋代的 这个 但是整个宋代的流层的量 不是很大 但是元代就比较集中一些 元代的这个 数量比较多 然后类型 也很丰富多样啊 这个 所设计的这个内容 这个 价值很高 那么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就是说 呃 历代的 这个元代这个碑克 在历代的这个制书啊 在文献中的这个收录的情况 然后呢 呃 就是 包括我们现有的啊 像这个 这个碑克集啊 各类的 呃 道教的 碑克的资料中的收录情况 还有这个实物啊 现有的 武当山的这个元代 碑克的实物的这个情况啊 把这个在 应该是在这个 我们的文献整理和 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 重点去讲一下 我们元代的这个 武当碑克啊 呃 他的这个现状价值 以及呢 呃 从这个元代的碑克出发 我们来看这个 比如说明代 元代的皇室的真武信仰 跟武当道教的发展 还有元代的全真派啊 清卫派的这个发展的情况 还有这个 张守青呢 跟武当山的这个 新妇啊 等这些问题啊 进行一个 简要的啊 一个论述 因为这边呢 应该来说我们 杨立志老师 包括王长老师啊 这个钱小老师 都写过很多东西啊 今天呃 很惶恐啊 有点像半盟弄府一样啊 今天呢 跟大家报告 我想从 这个五个方面 呃 第一个呢 是元代的这个 武当 这个碑克的一个 注录的一个情况 呃 历代的这个 像我们知道武当山 有十几种的这个志书啊 十几种的这个山志啊 然后 就是 这个山志里面呢 从我们这个 这个无论是 就是我们的呃 人资源的这个 这个赤剑大一太后三志啊 包括后面的 我们方生的啊 这个 王盖的 然后一直到 熊宾的等等 这里面呢 就是几乎就是 每一种这个山志中 都是注录有 记载有这个 武当山的这个 原代的碑克 呃 这里面最多的呢 是人资源的 赤剑大一太后三志 在这个 这个志书啊 总共是呃 在他的第十篇啊 在这个 第十篇的这个 第十二卷 就是录金石啊 啊 金石录的这一块呢 沾门列了一 列了一卷是叫 圆碑 这个圆碑里面的 总共收录的是 二十篇啊 二十篇的碑克 最后一篇呢 是这个我们的 九度鉴的一个碑啊 只是只写了 他在九度鉴的 一个位置 没有碑文 另外的十九篇呢 都是有这个 详细的这个文字的 这是我们 也是我们现在 已知的啊 这个志识中 这个收录 元代碑克啊 资料最多的 那么呃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可以看 像这个方生的 方生的这个 大一之略啊 在第四卷 一文字 说了三种啊 像 五龙万寿宫的 瑞银碑 真一万寿宫碑啊 这个 这三种 像王佐的 王佐的这个 在第十六卷呢 在第十六卷呢 这个一文字中 收了十三通碑 那么元代的 有三通啊 跟刚才是一样的啊 这个 五龙宫的这个 呃 五龙任意宫碑 然后这个 天一真进宫的 还有一个瑞银碑 呃 像这个卢成华 林云义的 王盖的 这个 都是 一般的 是两种左右 像一个是 大五龙 林云万寿宫碑 和大天一真心宫 这个万寿宫碑 这两 这两个大碑 收入 那么 除了这个 呃 三制之外 其实特别 值得留意 像我们的 湖北省的省制 襄阳的府制 还有君州制中啊 也是 有收入的 呃 像这里面 呃 非常典型的一个 是明朝天顺年间的啊 叫做 天顺襄阳君治 这个知识中是收录这个 他是在第四卷呢 收录了这个 很多 这个 这个 艺文 那么在这个第四卷的文中 收了12篇左右的这个 呃 元代的这个碑文啊 像这个呃 前面是 家风玄帝啊 然后 圣父 圣母 水降 火降啊 这个呃 圣旨 圣旨碑啊 而且呢 就是应该来说 呃 从这个上面来看 应该是 当时是明确是有 有碑文的啊 是有碑文的 呃 另外有这个天一 真心万寿公的 这个 然后呢 这个瑞印碑啊 呃 招 那个招印公碑啊 修建这个 真心公碑等等 大概有十几种 那当后面的就是 跟一样的 像这个 我们的这个万利啊 然后光绪啊 这个的 相应之中 基本上就是 只有一种的两种 呃 这里面的 所有的这个碑 里面呢 就是相对来讲啊 知名度比较高的 就是这个 我们呃 这一天天 天晋宫啊 这一天晋宫的 这个热印碑啊 这个碑 还有这个 五龙宫的这个 两个大碑啊 那么在道经里头 比较典型的是 这个徐世龙的 这个今天上帝 起圣 灵异录里面啊 收了这个 呃 大天一真心公 万神宫碑 还有呢 这个有六道的 这个圣旨啊 这个是 有这么一个情况 呃 现代人的这个 金石碑客集里头 收录武当山碑客的情况啊 呃 我特意还做了一个整理 呃 最多的 应该是这个 陈渊先生的 道家金石略 道家金石略里面呢 收录武当山的碑 大概有十 十三种左右 其中呢 元代的啊 元代的是有五个啊 一个是大武龙 灵异万寿宫碑啊 然后这个瑞印碑 然后大天一真心万寿宫碑 还有这个赤丰真武赵树碑 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还有一个万寿宫的一个这个 就是圣旨碑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戒成相碑啊 这个武通是收了五个元代的 那么像王宗玉老师 王宗玉老师有一个金元前证教 这个石刻这个新编 啊 整个这个苏联呢 收了这个七十一百七十多筒碑啊 湖北的只有一个是长城观的啊 这个武当山的没有收 呃 赵卫东老师啊 他们编的这个金元前证道碑客集里面呢 是收了七十块碑 这里面没有收武当山的 还有这个目前收缘 元代碑客啊 那个部头最大的是这个 周虎啊 周虎的有一个元代碑客 呃 集市啊 这么一个书 里面的总共是收录了七百五十五通碑客 那个天南海北的都非常多 然后呢 呃 整个湖北的呢 大概是收了四个 收了四个 呃 有相当那个比较为素的那个 呃 荆州的啊 呃 但是呢 这定于呢 没有收武当山的任何一通碑啊 他在他这个副录里面呢 录了一个就是 这个提要类的啊 然后呢 但是搞错了 他把那个呃 徐州的啊 有一个叫做 庆珍观的一个碑 勿收为式武当山的啊 也就是说最后上整个呃 应该这是最新的一个成果中 也是把武当山的东西给漏了 目前收录整理武当山碑客比较多的是 杨老师 我还有这个王闯啊 我们弄的这个武当山金石碑客显录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是整理了一百六十二通碑 其中原代的呢 大概是十九通左右 啊 也没有收权 也没有收权 那么实际上来说 要以一个问题 也就是目前对于武当山的原代的碑客 这个搜集和整理的这个情况是不够的 尤其是被注录啊 被采用 被研 就是武当山现存的原代碑客 他这个原始啊 这个保存的这个现状啊 想重点呢 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问题 目前武当山的这个 收录的最早的 这个碑客是宋代的 主要武当山的这个宋 宋元的这个碑客 主要集中的啊 这个宋代这主要是 一个是玉须炎啊 玉须炎在这个九度界里面啊 里面的这个 有宋代的这个磨牙 大概有三 有三处左右啊 就是像这个 北宋时期的啊 然后一个是 老军元的啊 老军元的呢 他是有整个宋代啊 从宋代的这个 呃天圣年间 一直到远代 呃一直到明代啊 这个很多啊 这个 当然老军元这边呢 他有这个 有磨牙 有碑客啊 然后这个 有这个画像啊 这个之类的 有几十处 当然呢 他的时间线呢 不是很明显 所以这边呢 对老军元的这块 今天我就不多做介绍 另外一个是在九度界啊 九度界里面 在天际桥附近 有一个叫叫仙关啊 仙关这呢 有这个南宋 呃 孙高宗啊 少少兴年间啊 然后包括后期的 这个家定年间的 有这个仙关啊 然后有两处啊 这个是磨牙 呃 宋代的这个武当山的 这个碑客 以这个磨牙提克为主 然后呢 这个呃 相对来讲 他包含的历史信息 是比较少的啊 那么呃 元代的武当山的 这个碑客就比较多啊 这边呢 我们呃 主要就是有呃 十个地方 第一个是呃 就是我们讲武龙宫啊 武龙宫呢 在元代叫大武龙 林一万寿宫啊 这是呃 当时也是皇家 这个赤丰的 大武龙林一万寿宫啊 在这里头呢 呃 现在在我们的武龙宫的 这个 就是 玄地殿啊 背后啊 也是我们在父母殿前面 在前面的一个台基 在那个位子啊 在左左右两边啊 呃 堆放着一大片 都是元代的这个碑客 非常珍贵啊 这个 其中的就是 有几块啊 只是保留了 这个预备的碑头啊 然后呢 就是包括这个呃 大武龙林一万寿宫啊 宫啊 宫碑的这个 整个他的这个碑座 碑身 碑额啊 都还保留得非常好啊 呃 这里面的第一个需要说的是 那个元代大德八年啊 也就是1304年的这个 家风真武诏书碑啊 这个碑呢 目前呢 是他的碑头还留着啊 就是我们现在在左边所看到这个啊 元代的 武当山的这个碑啊 这个明代的基本上都是平的啊 就是 他的碑额呢 呃 一般的则是跟碑身连在一起 然后 这个 呃 一般的来说 他 呃 包括玉碑啊 他这个相对元代来讲 呃 要朴实一些 元代这个碑看得很粗犷啊 特别是这种 呃 整个盘弄的这个雕石啊 雕刻的这种情况啊 很多啊 像这个 八 那个 大大八年的这个 这个家风真武诏书碑啊 这个碑的碑文呢 在这个 那个 贤弟上帝 启圣灵异录里面是有收录啊 在大甲金石六月中也收了啊 那么这个目前呢 我们只看到这个碑的碑头啊 这个 就是整个呢 碑额呢 是88米高 然后宽是接近是129厘米啊 整个也很厚 然后整个的雕工啊 非常之精美啊 呃 在这个 呃 第二个呢 是这个戒成下背 这个戒成下背呢 他的这个 杯额 还有杯身都还 留着 这个时间是这样三年的啊 这1337年 呃 戒成下背 呃 整个的这个 这个背头呢 是有一米多高 然后 一一百五十二米宽啊 这个 而且呢 他这个很典型啊 这个上面有两个背穿啊 两个圆形的洞啊 这个 然后呢 在正中间是这个88纹的这个 这个预纸两个字 两个字 呃 这个 整个的 呃 碑纹呢 呃 目前是诞成了四块 四块 呃 这个 呃 我们看这边有塌片 有塌片 它整个的就是 正中间的部分啊 那个 呃 还保留着 然后 从塌片上看文字 呃 因为当时呢 这个上面风化的比较严重啊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塌片放大呢 大部分的字还是能够看得清楚的 呃 这个戒成下背的这个背文呢 在这个湖北金石 曾义考里面 是收了他的全文 啊 那么呃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呃 就是汉 汉语这个义的一个蒙古啊 文的一个背啊 那个内容也很重要 第三块 这个是比较大的 也是目前武当山县层的 最大的一块武当山的背是 志愿四年的 呃 这个称赐武当山大武龙民 应万寿宫啊 这个宫背啊 他的背头 背身 还有这个 背座都还留着 呃 整个这个背呢 这个规模很大 他这个背额是 有一米三 呃 一米多高 一米六宽 然后呢 背板有三米多高 呃 一米四宽度左右 大概是在八 八六年左右 当时 这个背立下来的时候 这个 风雨啊 呃 把它这个 倒地了 然后呢 所以这个背呢 这个背身断开了 背身断开了 然后整个背的背的正中间啊 有两块仪式 然后背的这个下半部分已经风化了 大概有个四十多个字已经看不清楚了 但这块背的我们知道这个是杰奇斯啊 在他的这个文集里面 这个一个是万寿宫背 一个是瑞印背啊 这个两个背的背文呢 在这个都是有收录的 都是有收录的 呃 通过这个他一面来看啊 这个呃 相对于我们那里面 他的这个 比如说他的这个书单啊 然后这个赞额啊 这个一些信息啊 在呃 背文上都还是有完整的保留 呃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大武龙 林荫顺宫碑 的这一个情况 他写的是这个 在志愿二年呢 当时的是 弦教宗师吴全杰啊 唱 唱到在当时的 这个武龙宫的提点 一个叫少明根 一个叫李良明啊 他就是这个甲乙啊 两个啊 主持 然后呢 他们修建这个 玄武殿啊 然后讲述的这个过程 然后呢 这个背后面呢 呃 有一段非常漂亮的 这个运文 呃 这是这块背的 这个背头啊 这块背的背头啊 那个 应该来说 如果采取一个措施 这个背可以 重新树立起来啊 整体保留的情况 是比较好的 呃 第四个呢 是这个呃 知证九年的这个 天寿节瑞印碑啊 这个关于这个瑞印碑呢 在武龙有一个 在南岩有一个啊 这个在三志书上都有记载啊 但目前呢 这个天寿节瑞印碑呢 只保留了一个背头啊 这个是呃 呃 天寿节瑞印碑 这个里面在根据这个志书的记载 是在这个知证九年啊 当时有张元亮奉旨在武当山 到这个国教 这样在这个时期呢 出现瑞印啊 在这个呃 呃 背的呃 背楼下面就写着 天寿节啊 这个瑞印碑啊 非常之清晰 当然这边呢 这个地方也还有一个 存了一个意义啊 我们在治 治养二年的时候 有一个呃 武龙瑞印碑啊 呃 这个 在文文献上是有记载的啊 然后这个天寿节瑞印碑 这个呢 就是有一个 直升下一个碑头 但是我们在文献中 这个瑞印碑是有两块 这边还是 应该来说还是需要 再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个呢 是这个 大天一真庆宫 万寿宫 也就是我们的南岩宫啊 南岩宫这片呢 呃 目前的第一个 应该说最重要的一个是 我们的延幼元年啊 1314年的 这个元任宗的时候啊 这个由 呃这个 陈俊夫 赞文啊 然后有赵孟福 呃 书的这个 呃 大天一万神宫的这个 这个碑 这个碑呢 呃 目前呢 在南岩的这个 大殿 左配殿 这个后山墙上啊 还保留了这一块碑的 这个 呃 应该是后来 呃 附建的啊 一块碑 碑有三米多高 然后一米七宽 在这个碑的这个 右上角啊 嵌了一块 这个一个石条啊 这个石条呢 有74厘米长 34厘米一块 上面的只剩下七个字 这个 玉植 霍福 石人神啊 这个就是我们 下面看的这个 黑色这一块啊 这个可能就是 当时的圆碑 但是呢 呃 只剩 这个圆碑已经废弃了 只剩下一小块啊 然后呢 可能后来的人 想复制这块碑 但是呢 没有搞完啊 所以 整个这块碑呢 这个 呃 很厚 但是上面是没有字啊 只有 只剩下这个 七个字啊 当然 那个还留了一点影子 呃 另外的一个呢 是这个 在 在南沿的这个 就是黄金堂啊 这个石垫啊 前头这个黄金堂这呢 有一个 呃 张鼠心 所守树的 陈阳 吕真人 赞 一个 黑乎的啊 这个 一个石碑啊 上面这个 这个赞碑 啊 这个诗文呢 在贤天上帝 起身路啊 中 呃 卷一是有记载的啊 但是呢 这个文字啊 跟这个原碑啊 上面出入很大啊 得了 大概有五六句啊 字数都是不一样的啊 呃 落款是 体贤妙印 太和正人张守卿 历石啊 这么一块碑 呃 然后呢 第三个呢 这个 这块碑 呃 是 叫 原有原年 我们知道 当时是 嘉峰 圣父 圣魔啊 然后 水火二将啊 然后加峰这个 这个 还有这人张守卿 这块碑呢 呃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加峰啊 制造圣母碑 这个碑呢 还留着 呃 很 而且呢 很意外啊 这个碑呢 是呃 呃 放在 那个 南亚石殿的 这个苦气亭啊 这个 这个脚上 在这呢 是 这个 正面呢 写的叫做天子万年啊 天子万年这个碑呢 是呃 远 那个我们知道明淡呀 这个夏延啊 这个 他所立的 但是在这块碑的背面啊 我们呃 稍微在那个缝隙中 你看 这个背面呢 就有 这个呃 加峰这个真母啊 这个善事往后的啊 为 遇得天后 穷真上仙的这块碑 这个碑呢 他的这个 碑头呢 也是一个 呃 中间一个传书 大元制造 圣母尊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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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 几个字啊 呃 中间呢 在下 下边 大概有 有七八个字 最后是残缺的啊 因为这个 这个碑呢 呃 比较大 那个 要是 要想把这个 圣母碑弄的 要 要 相当于把这个 天子万年碑 要把它 相当于倒个个啊 那么 当然他也很意外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 把这个 呃 圣父碑 现在找不到的 圣母碑呢 还保留下来了 呃 第 还有一个呢 是 这个是 应该是在武当上 很重要的一块碑 原有原年 加封张守清 体现妙云 太后真人的 这个圣旨碑 这个碑呢 在这个 南一宫的西配殿啊 也就是厨房啊 这个后头啊 后面呢是有一片竹林啊 呃 在这个竹林的这个 旁边在一个松树 在一个松树旁边的这个 有一个碑倒在地上啊 这个碑呢 很大 有两米八长啊 这个 呃 高 然后 1.25米宽 左右的一块碑 这个碑呢 呃 上面不满了青苔 他这个 你如果我们操作处理的话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他这个碑头上 非常明显的啊 这个八字八文的圣旨 两个字啊 然后呢 他的这个正文呢 在 贤的上帝 这个 起身零一路啊 包括人字院的三志中 都有记载 跟 呃 三志上的记载的文字 是略有出入 还好 整个碑的这个 他片很清楚 呃 第三块呢 是这个 是比较特殊的 一个是在我们的太后宫啊 呃 金顶太后宫啊 他有一个 我们知道 呃 元代的古铜店啊 在蒋连峰上 他就我们叫 一般有个叫展运店啊 这个 这个大店呢 他是有两米多高 呃 呃 两米多宽 然后 整个屋檐是一米七啊 是一个房 就是比这个金顶呢 稍微 呃 永乐皇家建的这个金顶 稍微小一点啊 然后呢 在 这个是在 呃 1307年 当时有这个 汪道一米到现在 他们这个 呃 木画啊 那么来自 全国各地的啊 这个边 他的这个 每一个啊 像他的这个 门 伯锋板 呃 瓦 然后 狼柱 反正说填薄都是有文字啊 我这边整理了一下 大概是有 目前整理的情况 接近五千五百多次啊 呃 那这个呢 我们这个 呃 就是 北京大学的张建威教授啊 咱们写过一个 呃 这个元代国土殿的文章上 对这个文字啊 也也做过一个整理 呃 这个第四个呢 是这个 这个在南沿这边的太长观 太长观里面有两个啊 呃 原代的 一个是 元统二年啊 也就是1334年的时候啊 当时有这个 太后镇人张首清 立的一个是黑虎炎记啊 这一块碑啊 目前是在南沿的这个 太长观的大殿 在大殿的这个 呃 里面啊 在左手边啊 当然因为 太长观经常在维修啊 所以 有的时候你看可能在一位在一个别的一个地方啊 这是当时写的这个 这是二年当时有姓氏张进宝 他们在这个 黑虎炎这个地方修路啊 的一个记得一个功德碑 还有一个呢 是比较独特的啊 是这个 行山黑虎大元帅的一个一个金柱 这个呢 呃 一边写的是行山黑虎大元帅 然后另外一边 写的是就是朝元时当进步啊 有六个字 这个是元代的一个东西 呃 还有一个呢 是在玉虚炎啊 啊 玉虚炎我们知道在九度店里面啊 从在九度店里面啊 里面呢 呃 保留了这个元代 明代和清代的 大概有十 呃 十三块到十四块杯左右啊 按照这三字呢 记载这个 呃 元代有两个啊 一个是叫做玉虚炎公元纪啊 呃 一个是智原元年的 一个是智原三年的 智原元年的这块杯呢 现在找不到啊 但是智原三年的这块呢 还保留着很完整 然后呢 呃 整个玉虚炎的这个 呃 道士啊 道这个呃 呃 彭明德啊 包括他们弟子们的这个性命呢 这个内容呢 在人子炎的注射中没有 但这个杯上是有完整的啊 这个是玉虚炎 还有一个呢 是目前在武当上保留的元代的杯 比较多的是华阳炎 华阳炎这边呢 就是从呃 就在武当公那个九区黄后墙下面啊 一点啊 玉虚炎里面呢 是完整的有这个四块元的大杯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呃 浩然子栽啊 这个有一个呃 相当是有一个卧室的一个杯啊 立在门口啊 里面呢 是有四块 一个是玉虚炎记 玉虚炎记这个这个杯啊 呃 他便非常清楚啊 他是讲这个 在当时武当公的提点啊 李良明啊 在这个管事兄弟的帮助之下 如何去修建这个黄阳炎的啊 这一面一个过程 还有一个浩然子余在记 这么一块杯 而在有有的地方把它叫做这个杯音啊 呃 就是这个整个的这块杯呢 是呃 很完整啊 写了整个的这个李良明 他的这个修学啊 呃 学道啊 啊生平四季啊 这个啊 呃 杨立志老师就这个 李良明的这几块杯啊 他沾门在这个 《田律道研究》上写过一篇文章 还有一个是一个画像杯啊 浩然子自赞的这个杯 在这个杯的这个呃 右上角啊 有一个浩然子啊 李良明他自己的一个赞诗啊 假和身须用墨图 信天朗朗 彼兰魔啊 上天之载 无身锈 此个清光何处无 啊 是时间是制正五年啊 这是啊 李良明的一个 呃 整个这个杯啊 这个呃 应该来说 呃 他的艺术价值还是很高啊 一个一个得到 高到的一个清秀的一个形象啊 这是武当山这个 少有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画像杯 第七个是在清文妙化岩啊 在清宫的这个妙化岩啊 东哥在清宫的这个右手边附近 要离他的无法秘策叫这个妙化岩 妙化岩有一个盐又元年的瓷头鲜命杯 呃 呃 我们知道妙化岩是后来这个 这个张首秦呢 他呃 最后修行的地方 那么在 呃 里面呢 是有一个很大的天然的洞穴啊 呃 里面可以 应该是有 十几个平方啊 包括里面 还有这个 像里面有水井啊 然后里面这个门口 呃 有很大的这个神台神堪 目前呢 呃 这两年的这个妙化岩呢 进行了修复 那么在这个妙化岩的呃 左手边 这个 在离这个地面四米高的地方呢 在这个呃 岸上 咸牙上嵌着一块碑 呃 有一米多 一米多高 其实接近八十米米宽左右的一块碑 是一个大骑士的 叫瓷头鲜命碑 它的内容呢 跟这个呃 南岩的这个呃 张首秦那个碑是一模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的 实际 实际上来说 也是一块圣制碑 呃 第八克 块呢 是在紫小宫的 背后的太子洞里面 在太子洞里面呢 有很多的摩牙和这个碑克 呃 目前在这个太子洞的这个外头 靠这个八卦亭 向八卦亭的那个位置 在这个三崖上 呃 立了一块 那块碑呢 就是正中间写的 叫太子岩啊 呃 然后前面的提款呢 已经被凿掉了 看不清楚了 后面的落款是 这个大圆国啊 这个根营制园啊 27年8月 就是呃 1290年8月份啊 中性逆啊 有这么几个字 呃 太子岩的背 第九块呢 是在雷神洞啊 我们知道雷神洞呢 在去雷神洞的 这边有一个天然的 这个呃 就 这个这个三崖 三崖里面呢 呃 应该是能住个十几个人 那么一个地方 在在这个呃 雷神洞的这个呃 外面这个墙壁上 这个还手出几个很大的一个字 啊 这个清火雷军啊 清火雷啊 清火炎 雷军舱水神洞啊 有这么几个字 呃呃 在他的旁边和下面呢 应该是有碑纹 但是呢 现在已经风化了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碑呢 在这个人字眼的三支中 是有记载的 后面落款是太和证人啊 也就是张首清啊 那个时候所写的啊 第十块呢 是在天津桥啊 呃 在天津桥附近呢 靠靠这个九度见的这个河边呢 在一个路边的三崖下 有一个啊 太和宫天寿宫啊 太和宫天津桥记啊 有这么一块碑 呃 他的时间是 元统二年啊 当时呢是 当时我们知道天津桥啊 在现在这个龙千冠对面 呃保留的还很好啊 那么这块 这块碑就写的 如何去修这个 呃 天津桥啊 这个过程啊 这个 堪力的人是这个 太和宫当时的这个住持啊 也是玉西岩的这个开山的提点 呃 彭明德啊 就是张首清的弟子 彭明德啊 呃 整个这块碑呢 呃 保留的还是比较好啊 有 下面有部分风化 呃 第十一个地方是在 其实是在关山 呃 在关山的这个 关山镇的孤山村啊 呃 他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 我们叫太极灌 太极灌呢 还保留了 呃 附近呢 还有一个小房子 然后在太极灌的这个 呃 灌的附近呢 有一个 实际上是有一个小山椅啊 在山椅里面有一个小石窟 这个石窟里面呢 呃 身高都只有一米多 然后里面呢 有一个 呃 提及啊 这是前面 我拿大杂的奖 大概有 毕竟二十块啊 这是 这个 一刻啊 碑刻啊 然后呢 有几十通的这个 呃 元代的铜电的这个 呃 像那个属于 我们像属于名啊 这个金属的名文 这边的一个情况 呃 元代的这个 应该来说 呃 古代上这个碑刻有 圣旨碑 祭祀碑 禁令碑 诗词啊 摩牙 提刻 画像等等 啊 类型 很多啊 而且呢 这个价值比较高 那么从 呃 从整个的啊 这个道教史的角度来看 这个元代的这个 武当上的这个北可 啊 信息量很大 它能够 呃 反映出整个元代 武当上的这个崛起 然后如何融合南北道派 进而发展出这个 武当派的这么一个信息 还有这个 里面 虽然是直言片语啊 它里面呢 对于武当上这个道教 他们这个修行的方式啊 道教的这个公贯的管理 比如说甲乙主持啊 然后道派的禅城啊 对信息啊 呃 记载得很全 应该来说 是研究元代的这个道教史的一个不可多则的素材 那前面 那前面也跟大家提计就是说 呃 或者是历代的三智 也包括 现代人整理的这个元代的碑壳中 呃 收入武当上的这个碑壳很少 啊 那么 今年应该来说 呃 对于元代啊 武当上的碑壳 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 特别是需要去啊 值得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它 从现在的这个宝壳注入来说 它的整个呃 注入它是太少了 基本上就是两三种啊 这个情况 然后很多也是从现代人士的书中去看的 那么这个书中的这个情况 跟我们这个贝克史原物上 呃 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出入啊 然后呢 整个的利用力很低 所以藏在深山人卫石 这个地方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啊 第三个问题啊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 就是从元代的这个金石贝克啊 看 呃 这个元代武当道教的发展 我想呢 讲 要留三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这个 从金石贝克啊 看这个元代的皇室的真武信仰 还有这个武当道教的发展 这个呢 呃 相对来说 这一块的资料是比较多的 呃 元代的皇室 那是重奉真武 重奉真武呢 说呢 这个里面呢 从我们的贝克中也能够 呃 有丰富的体现啊 这个 因为整个我们知道宋代啊 宋代啊 宋代特别是在北宋中后期以后啊 宋代王室是这个非常重新真武啊 叫包括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真武家啊 这个呃 那么包括在整个北宋南宋 不单的跟这个真武神啊 加封圣号啊 那么元元朝是在起于北方 那么他在起 崛起的这个过程中也这个最终呢 就是说跟呃 他们找到了这个应该来说 作为他们这个 呃 作为保护神啊 这个真武啊 那么 因为认为这个玄天上帝啊 真武是这个 他入住中原的一个保护神啊 因为他来起自北方 然后呢 呃 呃 宋代呢 是崇尚火啊 是 江火德 那么元朝呢 起自北方 他是崇尚水德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刚好 真武呢 是水神啊 然后呢 这个玄武啊 这个龟蛇合体 那么在呃 道士们 还有包括这个文士们 他们的解释之下 就是说 呃 认为真武是元朝皇室的这个 保护神啊 可以复过育民 所以呢 呃 从我们顾必烈啊 那个立国之初啊 当时发现在北京高粱壳 就发现这个龟蛇啊 的一个形象 他们认为是玄武显宁啊 那么呃 这种形象呢 一直是在 在元代啊 呃 被普遍的奸养 所以呢 其实元代 不光是武当山 在全国很多地方 就修了大量的真武苗 这个对点呢 在呃 像我们在宋代 有很多像 像这个右圣观啊 这个右圣证券啊 像这个呃 在宋代的话呢 已经有一定的 这个影响 但是呢 呃 元代啊 这个真武的这个 在皇 从皇室到民间呢 这个接受的程度就更高 然后呢 在这个元代对于真 当山的这个重信中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元仁宗啊 元仁宗他的生日是三月三啊 我们知道 三月三是玄内上帝真武的这个诞辰啊 是生日啊 那么这边也就是相当于是皇帝啊 他在呃 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神迹啊 就是说跟呃 他的生日跟真武的神啊 是一天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呃 给他一个特殊的一个暗示啊 他是得到真武的这个庇佑 那么从元仁宗以后啊 元朝的皇帝啊就这个 会在三月三就是皇帝的生日 皇帝生日啊 在这个唐宋以后叫天寿节啊 那么在天寿节这个时候呢 会在武当山呢告天诸寿啊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武当山就成为一个 皇家的一个道场啊 那么呃 所以呢 在那个以后啊 每年的三月三啊 这个元朝的皇帝都要 拜这个秦太大臣呢 到武当山寄乡啊 然后呢 这个祭祀玄天上帝 成为一个惯例啊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元仁宗以后 其他的皇帝可能这个呃 他的生日肯定就不是三月三 但是呢呃 在他们每个皇帝的生日 他仍然会来武当山 建金库大教啊 然后呢 为这个皇帝这个祝寿啊 成为一个传统 那么呃 这样来说 那个上有所好下有一世一言嘛 所以呢 在这个元代我们认识只有九十几年 那么在九十多年的时间 在十多位皇帝啊 他们这个武将忽必烈 包括这个呃 阮盛帝啊 惠帝啊 这么呃 这个两个皇帝 中间的两啊 前面两个皇帝各三十多年啊 然后中间的这个三十多年 居然换了七八个皇帝 那么呃 应该来说在 这个尤其是在元朝中期以后 特别动荡的这个情况下 真武的这个 做一个保护神啊 他具有了特殊的这个 这个价值啊 那么在元代要扶持这个武当道教啊 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啊 从悲客上我们可以看到啊 比如说 加封这个神号 另外呢 跟武当山的这个宫贯呢 班司的这个 呃 冠额啊 包括这个 跟他加封啊 还有前这个使者啊 在武当山的这个进乡 还有修建这个 京都大教 还有包括这个 高天诸寿 这样来说呢 在元代皇室的这个加持啊 这个抬身之下 武当山的这个 一个是玄奈上纪 这个真武的这个神格 这个 迅速的提高 然后他的影响在 呃 向全国扩展 呃 与此同时呢 武当山的这个公贯建筑啊 在大国的自己建设 那么到明代 呃 应该是在元代争气以后 呃 在七百多年前 武当山已经成为 全国的宗教的一个 道教的应该是一个 核心地啊 这里面呢 呃 只要是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个是家风 真武 圣父圣母王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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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蛇啊 谁活而降啊 对 这个情况 呃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不知这个 修建武当山的公贯 另外一个是 修武当山的道场 我看第一个 家风这个 这个圣父啊 真武 圣父圣母 还有谁活而降 这个里面呢 呃 目前我们的碑客来讲 主要是一个 呃 家风真武的这个 背 另外一个是 家风圣母的背 啊 这两块还在 都还在 呃 这个 家风真武 这个诏书背 目前的是 我们知道是 只留了一个 背头 啊 这个碑文呢 是在我们的 这个 志书上有记载啊 这个 上天眷命 皇帝圣旨啊 武当福地 九属直方 这个 灵印玄天 这个 宜从封典 那么这面呢 在起头 我们看叫 真武 武当福地啊 这里面呢 就 因为这是圣旨嘛 他相当于 这面跟武当山 已经 有一个 官方 给他有一个定位啊 然后呢 这个 提到啊 这个 印度人马之功 长线 龟蛇之锐啊 也就是在 元朝立国之初啊 这个 真武已经 这个 领印之相 已经显示出来了 所以呢 在这个 招印 已修于名寺啊 这个 所以呢 要 要祭祀 公开的祭祀 真武 然后 仙元 未表于 这个 灰称 仙元 那么在这个地方 对 注意 他对武当山的一个 呃表达 一个叫福地 这叫仙元 那么这边呢 就是说 这个相当于整个 呃 元代啊 皇家已经肯定 武当山的 他这一个 特殊的这一个地位 那么 所以后面呢 就是啊 跟他加峰啊 玄天 玄天元圣 人为上帝 我们知道 在道教里面 这个上帝啊 这个是很高的一个 神位 那么在 而且关键 这是一个圣旨嘛 那么在 在这个道教里面 呃 真武的这个 就是圣号是很长的 我们叫百字圣号啊 那么从最开始的 这个呃 真武啊 呃 玄武 真武 然后经过了十多次的 这个加峰之后啊 那么到这个 南宋后期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 百字圣号啊 这个已经出来 那么但是 这里面就是 道教节的一个 一个称谓 那么我们看到 这是玄天元圣 人为上帝啊 这是皇家的一个 称呼 他实际上是代表 这个远朝啊 这个皇室 对武当山啊 对真武这个 真武祖庭的地位的 一个肯定 那么 这在我们呃 几千年来 武当山的这个 真武审格 这个提升中是一支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 一个事件 那么 其实也表明啊 也表明在这个时期啊 这个 武当山这个非玄武不足以当之的 这个地位啊 得到了这个皇家的 这个高度的认可 呃 江老师听不听得清楚 好好好 因为刚才刚才有一个人 给我打电话进来 啊 啊 没问题啊 嗯好 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里面呢 就是大力的扶持啊 这个修建武当山的公冠啊 然后呢 对他进行封赐啊 那么呃 包括在武当山办各种灾教啊 这个与国逐离 这样来说呢 提高武当山的这个 公冠的 他的一个规格和声望 嗯 这样复辟内以后啊 就多次派人 派道士到武当山 为皇帝这个 祈福出寿 像当时呢 这个呃 也请这个武当山的道士 到皇宫里去 比如说这个 请这个呃 叶熙真啊 这个去祈祇啊 然后跟皇帝治病啊 后来呢 这个正式加封 这个武当山 这个武隆宫 为这个武隆林应共 然后呢 这个叶熙真为住持啊 这个 这个护卫这个祖庭 那么 这下标志就从元代啊 因为我们知道元代初年啊 呃 某元时期发生过两次啊 这个 这个 佛道变嫩啊 当时的全政派都是输了的啊 然后 混毁了很多的道经 那么 相对来是在 在这个 呃 一度的这个贵胜啊 全政派的这个贵胜的这个取势之下啊 两次的经教的失败啊 给这个道教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个时候武当山的这个异军突起 他在某种程度上啊 平抑了啊 啊 这个当时的这个 这个道教的这个 被啊 应该是好像被抵制啊 或者是那种很呃 尴尬的这个局面啊 啊 这个面 这个这个现象很值得注意 就是 将武当山的崛起跟元代啊 这个禁教啊 那个两次道教的这个 这个 情况啊 值得把它结合起来 去进行一个分析 然后呢 在 我们在 呃 这个 我们的混毙的士族以后啊 的历大的皇帝 对武当山的这个重视程度是日益提高 包括这个 我们在燃人宗的时候啊 这个应这个极贤大雪市 陈昊的这个邀请 将武当山的南岩宫啊 这个加封为大天一真庆万寿宫啊 然后呢 武隆宫就是大武隆灵一万寿宫 后来呢 紫萧宫呢 就次为大紫萧 这个元圣万寿宫啊 那么就是 对于我们可以看 这里面都是 呃 大宫啊 我们知道在明朝的时候 明朝是九宫八宫里面就是 呃 我们的玄天玉须宫啊 然后武隆 武隆宫南岩宫啊 这个 紫萧宫啊 这个太后宫 都是五个字的大宫 但是 这个 我们在元朝的时候 他的这个宫名就更长了 大天一真庆万寿宫 那么比较 实际上来说 不论来讲 他的级别很高 级别很高 然后在这个 治治元年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 呃 扬管天下道家的唐栋云啊 呃 奉命呢 在武当山 包括这个江陵的贤庙观啊 也是与国诸礼 呃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这个 这个燃圣帝 呃 这个呃 这个的时期啊 那么在武当山多次的这个修教啊 这样这里面呢 来说 呃 让武当山应该来说 在元代已经具有皇室家庙的这个 气概了啊 呃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下令保护武当山的道场 呃 因为这面 因为武当山他的一个特殊的地位 这就死的啊 这个 像在当时武当山的周围的这个 三厂 田厂 等等啊 这个都是被特意的被保护 这面特别像 去说一下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的志源远三年的这个戒城下碑 呃 我们知道武当山啊 这个有两个啊 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 永乐啊 永乐年间啊 永乐十年有一个这个下道士碑啊 下道士碑 那个呢 下道士碑呢 可以说是对整个明代管理武当道教的最高的圣职啊 呃 那个道士碑中要求 比如说这个道士们啊 要这个 呃 呃 呃 清静啊 素 然后呢 这个呃 其他的人不能骚扰这个道士们啊 然后呢 如果道士们不守 呃 不守清规距离 要逐出这个三文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元代的这个戒城下碑啊 他这个内容呃 就很细了 前面的这个啊 这个就是 是我们这个 这个成吉桑时期的 这个一个圣职啊 这个 呃 包括后面从成吉桑以后的每个皇帝 呃 都在里头啊 呃 正面核心的啊 和尚 耶利可温 奸审 大士满啊 不见什么 这个 这这个 这个是 我们知道 这个成吉桑当时对 所有这个信教者啊 都是非常尊崇的啊 那么在这里我们一看 在元朝的时候的这个宗教宽容政策 就是不同的各种宗教啊 只要是能够这个为皇家主寿啊 然后这个祈福的话呢 都是得到这个保护的 那么在这里面特别提到 武当山在军州啊 襄阳路军州有福地武当山 大武农民营万寿宫啊 有嘉义主持啊 然后邵明根 呃 然后这个李良明 每个公关里面的这个房屋啊 然后呢 呃 包括他们相应的一些 呃 商税啊 地税啊 这个呃 都不要说 不要说他们的税 然后呢 相应的这个店 土地啊 田产的 包括这里面像 墨子啊 然后 玉堂 船只 主尾等等 也就是项目印的资产 就是这个 就是 不得地方上 不能要去骚扰他们 包括这面提到 啊武当山当时的这个田产所在 包口 薅平 梅西 白浪 我们的现在 武当山现在还有白浪 白浪平宴 呃 这已经 他的辖区已经超越了现在的丹江口啊 这个范围已经到实验室的城区啊 那么 像从这样的可以看到当时武当山呢 这个 所管辖的 土地的 三场啊 土地的这个范围是很大的 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看在明代 明代以后我们叫包括封 尺封关山呢 包括他这个死制的这个范围 那么其实从这个 甚至我们可以看 在元代的时候 武当山的这个 辖区啊 那个 这个三场的范围啊 这个很大 甚至比这个 应该来说在比 他的西界啊 比这个 明朝这可能还要大一点 还要大一点啊 那么 而且呢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 他这个管辖的这个 这个 这个甚至啊 那个很细 很细致 这个是很值得去注意的 皇家对于武当山的这个 呃 这个道场的这个保护啊 所以呢 就我们想这个 王朝他就也提到过这个国家词啊 这个国家的这个词 这边应该就是得到皇家的一个特别的保护啊 第四个问题就是从武当山的这个金石备客啊 看武当山的这个呃 道派啊 尤其是权政派 还有这个清卫派的这个发展和长城的情况啊 因为这个因为从我们唐代啊 宋代以后武当山是多次的这个幸福 当然其实来说在特别的宋代他的规模并不是说很大 那么在两宋之际啊 包括蒙元时期啊 当时比如说在拖雷啊 在灭帅部啊 十万大军去打金朝的时候 就在武当山脚下 曾经打过很大的仗 那么在这个南宋时期 武当山的这个三场啊 公关那个损失惨重 所以后来的这个武当山的道士就去了武当山 去了武汉啊 我们的这个成立这个武当宫嘛 那么实际上来说 这里面的到蒙元时期啊 将来武当山实际上有个重新的一个修复 有个重新修复的一个过程 当时呢 来武当山的这个道士啊 鲁栋云 还有权政派高道这个吉志通还有汪真常啊 他们来修复武当山的这个武伦宫啊 紫孝宫啊 这个坛场啊 当时的例子也很多啊 那么应该来说在武当山应该成为 当时南方地区江南地区啊 这个权政派最大的一个据点 当然这里面也特别要注意 这个时期呢 也刚好是这个权政派啊 在两次这个活动辩论啊 失败以后的一个情况 那么实际上来讲 权政派在 在这个我们的河北啊 三西啊 河南的这边呢 向南方扩张 那么在南方扩张中 找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 是在武当山 那么与此同时呢 南方盛行的啊 我们将宋啊 那个南宋时期啊 比较集中的像我们的清卫派啊 然后正义派啊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在戴武大山的这个禅宫 当时清卫派的这个大师啊 这个黄胜生 他呃 他本身是福建人嘛 那么在他的这个途中啊 后来是在南方各地 那么致命最重要的啊 将是他的弟子叶云来 还有这个张道贵啊 他先后都来到武当山 缠络这个清卫派啊 那么呃 特别是后来 这个集大争者 这个张首清啊 在武当山的这一个产演 那么 正面特别小 这个呢 在我们武当山的这个碑课中 就是反驳去记得这件事情 前证派的这个传入和传播 在这个大天一真庆万圣公碑 在这个七头就特别提到啊 汉东义人鲁大佑 鲁大佑是这个湖北隋州人啊 他在隐居在武当山啊 草衣匪食 有四十多年啊 这个然后就就就就难 然后欲知祸福食人神之啊 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碑上 天课的那七个子啊 欲知祸福食人神之啊 神人这个鲁大佑 鲁大佑当时的这个元朝啊 这个打破了像啊 像汉 那么这个时间我们知道 这个在1262年啊 我们讲襄阳保卫战 当时呃 语伦焕语文德啊 他们这个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襄阳啊 襄阳这个逞破以后 当时十万大军被俘虏啊 那么当时呢 我们知道武当山是属于襄阳 那么在这里面 呃呃 整个武当山的这个山场 会置一空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鲁大佑啊 这个渡河绑田征道 积迭田农 田农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在现在的宝基亚 宝基亚笼线的这块田农 百玉殷山啊 后来呢 到志远12年 贵兰与道士汪真长啊 修复这个武隆宫 紫霄宫的坛场 然后呢 独自结毛于南岩 大家我们可以看 在这里面特别提到 当时有三处地方啊 武隆宫 紫霄宫和南岩啊 在这个地方修复道场 呃 整个的全真派在 呃 武当山应该来说 呃 非常早啊 那个从 我们可以看 他这个 路道佑去 到龙门洞 到这个文西 去呃 寻访 那么基本上是在 全真派这个 新妇的这个 前妻啊 那么也就是很早 这个全真派就 传到了武当山 这个呃 那今天呢 武当山这个全真派 全真农宫派是 去主流的 那么呃 因为应该是在 全真他新起之初啊 就已经传到了武当山 另外一个应该是 现在关注的非常多的 一个点就是武当山的 这个清卫派 的这个 传言啊 清卫派 晋明派 然后这个 文元派啊 等等 这是我们宋元时期啊 新道派的 这个代表 清卫派这年呢 在在整个的 这个 元代啊 发展的是 呃 很很快 那么在 除了福建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武当山啊 武当山在张道贵 叶云来 刘道明 包括我们的张首清的 这个传言之下 那么呃 这是我们 这个杨立志老师啊 这个在 他专门研究这个 包括我们讲 新西太先生 杨老师 包括周 周越老师 专门研究个武当山的 这个清卫派 包括呃 三三第一写派 三三第一写派 那么从黄胜生啊 这个 叶云来 张道贵啊 刘道明 到这个张首清 张首清的弟子啊 这个高道明 文道可 文道可是 太后宫金顶的嘛 然后王道清 善道安 王道义 刘仲 吴仲和 唐仲义 彭同威 等等 包括后面我们讲彭明德啊 这个 修这个玉戚言的彭明德 包括彭明德的弟子等等 当然这些来说 这些信息啊 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悲客资料之中 包括呃 在这个呃 人字园的三志啊 呃 等像呃 保留的一些蛛丝马迹啊 所判断出来 包括我们今天也可能在讨论这个原代的山山滴血派 山山滴血派 包括这个啊 这个 守道明云德啊 啊 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派谱啊 的这个自派的这个情况 这个还 当然这里头还是有很多的地方这个 在研究 第五个问题是应该说从金石碑克啊 来看这个张守卿和武当山的这个 这个 修复的 一个情况 呃 张应该来说整个将武当山啊 这个 原代这个道教发扬光大的是这个 张守卿 张守卿呢 是湖北 呃 一趟宜都人啊 宜都的这个松 宋宁啊 好像是叫松树品镇啊 啊 这个我最近在联系 好像要准备到那去考察一下啊 呃 是宜都人啊 他从小呢 是 这个 非常之勤奋好学啊 后来曾经当过这个 基层的这个官员啊 当过立员 那么到这个 这个志元 二十一年 三十一岁的时候啊 他听说这个武当山的这个 前者当时鲁洞云啊 这个 修心很高 他呢 就沾门去 拜访这个鲁洞云啊 呃 因为刚好这个 宜昌啊 宜昌这个地方啊 宜岭这个地区啊 对武当山的真武信仰 很兴盛啊 从宋元以来啊 这里面呢 包括我们在 这个 武当山还沾 在宜昌海 上面有一个地方 叫中武当 那个 当地的这个 呃 有 重奉武当 然后呢 这个 来武当山朝山京乡的 这个传统 那么 呃 卢东云见到这个 张守卿就很高兴 他说 他感觉好像这个 等了他很久 呃 那个等他过来 然后呢 把他这授一大道 当然我们知道 他这个授的应该是 我们的这个 全政派的道法 全政派的道法 那么呃 张守卿这个人来说 他是应该说 他是一个几大臣者 他除了这个 前政道之外 他对于这个 像玉云来呀 张道贵 他们的这个 对轻微道法啊 这个 呃 也学了很多 而且呢 将这个三位 轻微大师啊 玉云来 这个 刘东阳 还有这个 我们的张大贵的 这个 呃 道法啊 都 叫他们啊 一大臣啊 把他发言广大 然后呢 呃 因为这个 轻微的这个 道法应该是 强调这个 雷法 然后这个 复恨唤语 呃 那么在历史 这个关键的时期 这种 他的这个道行 就发生了作用 所以呢 在 元人宗时期啊 这个当时啊 这个 呃 天下大汉嘛 那么 今世不语 所以呢 呃 就是三次啊 请这个张首清啊 这个祈祷啊 求雨 呃 然后呢 第一年啊 求雨成功了 第二年成天又不下雨 然后呢 又祈祷成功了 夏天不下雨又成功了 这样来说呢 这个 应该来说 一下子震惊天下 震惊天下 得到了 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 太后 呃 然后 他们的这个 认可 那么 像这样来说 给武当上一个特色的寄语 这就有点像当年 这个在 呃 唐朝真武 真冠年间的这一个 标减啊 在这个 气于武动宫的这个情形 啊 其实我们 我们可以看这个 武当上的这个特殊的理念啊 他在这个重要的时期 发挥了作用啊 那么 在这个 呃 正武 这个我们讲这个 对于天津宫 万圣宫中就特别记得啊 这个军防之间啊 有三叫太和 又叫仙世 是仙无神居之 明月武当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驻地八百里 风七十二 最高的叫紫霄啊 最圣者又难言啊 这个 有洞天二啊 这个 然后上出 上出胡云 上出结见 然后呢 等等等等啊 这个 就是 那个 龙汉之年啊 这个 巨威之精 将而为人 修道此山啊 这个道成成 成龙天妃 视为玄武之神 其实正面 我们可以看 这个 这个跟我们 明朝的 永乐皇帝的 这个道公之碑啊 有异曲同公之妙 包括我们讲 贤天上的齐神路 贤天上的齐神路 刚好也是在 编语这个事情 其实在这些文字里面 我们可以看啊 当时的 这个 包括张首秦 也包括这个 当时的这个 我们的杰西斯啊 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 当时的文士群体 道士群体们 在这个 武当山 这个 他的这个 林印啊 将这个 我们的 玄地之路啊 把它 应该如何 更啊 跟武当山的这个实体 把它结合起来 那么在 呃 当时呢 这个 元朝的皇帝啊 加封这个 张首清 为太和 啊 真人啊 太和真人 在这个圣旨碑里面 我们看这个 这个杯在武当山 有两块 有两块 其实在这个圣旨碑里面 也 包含了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讲张首清 他的这个 啊 修行啊 他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讲 这个修正事啊 得道之体 行神俱妙 辟出三宁啊 这个 精气成全啊 这个 仍心雷语等等 在这里面 其实讲他的这个 他的德行啊 啊 他的这个 包括 我们可以看 为老子学 奉玄地词 这里面他学什么东西啊 对他 有一个 包括对他的这个 呃 就是他修行的方式 啊 这个 塑心机固 闲话迷章啊 包括这里面 特别提到 他的这个 重要的一个功德 这个 呃 跟着他啊 这个修道啊 这个有四季四千倍 有的地方是这个 跟这次的有上万只啊 上万只呢 就是有好几千人嘛 啊 然后呢 不及啊 这个不及协与这个 卧习成三十年 这个应该来说 这个苦修 这一点呢 也符合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呃 前程派啊 这个 大臣脑啊 这个 这个 苦行的这个形象啊 那么 这个 最后加封他为这个 太和真人啊 这个太和真人的 这个一个情况 呃 整个的张首青呢 他的这个弟子众多 然后呢 呃 德行很广 所以我们可以看后面 呃 张首青的地徒子徒孙们啊 就是遍及天下 包括我们可以看 像这个 呃 包括 毕道新 王道义啊 他们这个去 这个 这个 募捐啊 在武昌募捐来自全国 呃 叫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啊 全国二三十个地方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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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众嘛 不断的去跟 武昌山去 这个 这个供东西 这个面 当然这个 这个是在 在这个前后 应该已经有这种形式 但是 我可以看 呃 武昌山前面我们提到 有这个 有这个碑的地方啊 从 秦门妙华岩 啊 太和宫 紫小宫 九都建 啊 这个玉须岩 武农宫 包括这个 整个的 灌山周围 应该说 武昌山周围很大 他这个地方都已经成为武昌山的这个散场 那么这个在整个的呃 元代武昌山已经啊 九宫八冠的这个氛围已经出来了 呃 呃 这个 这个 应该说 这个 张守青呢 是一个成前其后的一个人物啊 他将真 前真派 还有这个 清卫派的这个 场处啊 把它挥集起来 形成这个 注重 内练 金丹大道 内练 外练这个 清卫雷法的这样的一个 特殊的这个 呃 新武昌派啊 这个我们知道也是这个 这个 金与泰先生 呃 杨丽芝老师 特别是讲的 新武昌派的出现 呃 这里面呢 整个的武昌山 武昌的这个道教来讲 呃 这个 这就是 应该说武昌山 他在元 元代 明代以后 他的兴起 很重要的一个点 融会南北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汇聚 有这么一个特点 然后 整个的在元代的时候 我可以看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 呃 除了这个 公贯的这个 修复啊 然后的这个 道众的这个 培养 另外一个 对道书 对道经的这个 编制和传播啊 也做了大量的贡献 比如贤地上帝 启神路啊 从宋代的这个 贤地实路啊 到这个时候 贤天上帝 启神路 贤天上帝 启神路里面 其实 融会了很多 元代的东西 另外一个 像我们的这个 呃 启神嘉庆图啊 这个 我们的这个 武当 呃 这个 嘉庆图啊 这个编制啊 这个书的编制 和他的传播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这个 整个武当山 武当武化传播的一个过程 它是 相联系的 包括另外的这个 对轻微 对轻微 对雷法的一个 手机整理啊 这样来说 整个 应该到到 元代中期以后 武当山成为 全国啊 最为重要的啊 一个 呃 应该是 道教的一个圣地 当然这边 我们其实 如果还可以继挖 比如说像这个 呃 张留孙啊 呃 吴前杰啊 这个玄教啊 玄教在这个 整个元代是非常贵深的 那么 几代的这个玄教宗师啊 跟武当山有特殊的机缘 啊 呃 在 这个武当山的 德根达一言啊 呃 有一块碑啊 是这个啊 神阳吕真君赞碑啊 这个碑呢 其实他的这个 整个的碑文呢 呃 收录在 贤帝上帝 启生录里面 贤帝上帝 启生录中有一个叫 紫霄远道 啊 在紫霄远道中 中就提到啊 玄地在山 往来游来 见七十二峰啊 有一峰啊 上送紫霄 然后呢 这个 呃 就是在 在此居住啊 晨道之所啊 现在的真 今天一真亲公事也 那么 其实从这个话 我们可以看啊 他这个 编制 前提上去行入的时间啊 一个是在张寿清以后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特别写啊 于祖真人的诗啊 温度曾分有此言 此言高颂太和山 便朝大顶封千兆 啊 备容甘前水一万 啊 最后搞完啊 不知多少神仙女 为爱名山 去呼唤 有悲存焉啊 有悲存焉 这就是在 呃 这个我们的 这是真武灵印图册里面的啊 这个紫霄远道 那这块碑呢 刚好在武藏山留着啊 但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碑文呢 呃 武藏山的这个碑啊 实体碑的碑文跟 咸天上帝 这个是真武灵印图册啊 这个出入还是比较大的 你比如说这个呃 咸天上帝 其中的上帝 记得了 脚机啊 报销东方县 晚赫归来 北斗湾 那么在 在这个呃 实体碑上记得的是 叫东方鼠 晚赫归来 月半湾 包括这个 各种姿势乾坤大 在这个碑课里面 记载的是 这个 各种姿势乾坤别啊 还有这个 最后的两句啊 自古玄珍修道处 至今踪迹在人间 那么 在这个碑课上记载的是 此事高真成道处 故留先迹在人间 啊 那么实际上 这监呢在 就在武藏山南沿啊 在非常显要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个碑体啊 非常坚硬啊 那个保留的非常好 那么实际上来说 我们这个实体碑 给我们文献中啊 无许之间应该来说啊 神器的发生着一个连接 当然它中间是 有些文字 有些出入 这里面呢 实际上来说 我们 有的时候也不能一味的啊 以这个我们的 产式的文献为主啊 产式文献中这个 应该来说实体碑 它的这个保存的信息 然后它的这个保证度 要比实体 要比文献中要高得多 所以这里面 我们对于这个碑课啊 对碑课的研究 就有特殊的意义 那么 最后我们想说啊 在整个元代啊 武当山的这个 上至我们的这个帝王 权贵 下到平民百姓啊 对武当的这个 玄帝啊 都是格外的崇敬 然后呢 到这个时期 如果说在 在唐代 它还是一个 赤丰的一个 一个瓷庙 一个瓷庙嘛 那么在 整个宋代呢 就是说三场积极很大了 但是呢 就是说还 还没有具有这个 前国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到整个的 元代以后啊 这个 经过几代皇帝啊 的这个加持 和这个重奉 那么到元代 它已经成为一个 与国主理的一个 皇室家庙的这个 气质已经有了 成为前国的一个 宗教的一个中心 然后呢 前真正义轻微 诸多道派 都传到武当山 啊 这点其实我们可以看 一直到今天 武当山的这个 道派啊 就是 就是南北融合的 这个特点 都非常明显 武当山有前真 有正义 然后啊 今天我好像跟那个 那位慧贤博士 我们都还聊 比如我们的 这个 郎美派 这个 本山派 等等 武当山的这个 道派很多 这个道派众多的 这个特点啊 应该来说 在元代 已经具有这个雏形 具有这个雏形 那个各个道派 在武当山 并已经不备 那么 这个是武当道教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特点 然后呢 从我们现有的 悲客来看 它有很多 这个 信息的残缺 但是呢 跟我们的文献呢 仍然是 可以复证 而且呢 应该来说 按照租虎 他们的一个估计 整个元代的这个 贝克 寒墨之名 大概是 1000通左右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即使我们不算 这个元代古东店啊 的这个 金属名文 现成的 这个贝克 大概有30多块 全国不到1000块的时候 当然有30多块 这个量还是 非常可观的啊 那么 特别值得去注意 那么 目前我们可以看 我们在 很多的这个 那是前程派的 宋元 贝克啊 元代的各种 贝克集中 对于武当山的这个 收入 还很少 那么 在这个地方 就特别值得 我们去注意啊 当然武当山的 这些 这些贝克里面的 信息很多 特别是 我们的这个 美通 贝啊 它的 实陆的是 实体 还有跟文献之间啊 不同的版本之间 这个文字的出入 还比较多啊 包括 有些考试 还需要进行的 去做啊 这边还有很多工作 值得去考虑的啊 那么 这边呢 我也是在这个 杨老师的带领之下啊 做了一些工作 还是比较粗福啊 因为 这个报告文 接到这个任务 是在上个月啊 我大概用了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 在座真的 目前呢 写了一个文章 接近有两万字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啊 要 要简化 要简化 特别是 应该来说 对于像 杨老师 汪博士 然后汪传啊 欠小的这些东西啊 写了很多的成绩啊 还要再吸收啊 那么 后面的 在写文章的时候 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和指点吧 呃 今天我就先说这么多 呃 江老师 好 谢谢 呃 谢谢黄老师 非常精彩啊 啊 黄老师呢 用呃 接近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呃 可以说是给我们非常呃 全面的啊 呃 非常呃 具有非常这个代表性的 将武当山的元代的呃 道教背课 呃 做了一个纵览啊 呃 一个非常详细 非常呃 细致的一个介绍 呃 呃 这个从这个呃 从这个介绍里面 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呃 呃 这个黄老师的讲座 非常有料啊 呃 呃 这些料呢 全部都是他 建立在他常年的 应该据我所知 他关注武当山的研究 武当山道教文化的研究 至少有二三十二十多年了 呃 他是长期建立在 对第一手的田野调查的 实地考察的 对整个武当山的道教背课的 这些所掌握的 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 呃 呃 给我们大家呈现出了大约呃 呃 呃 现存的武当山的道教背课 大约有二十多块二十多通 呃 另外还有这个铜殿的这个明文 呃 呃 大约有五千多字 呃 呃 呃 那么这些都是原代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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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现存下来的 以及呃 这个注录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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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批台上呢 从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罕见 也非常珍贵 呃 呃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武当山呢 呃 它的鼎盛时期是明代 所以从明代以及明代以后的背课 大量出现 而在明代以前的元代 那还能够武当山保留下来这么多 大约二十多通 呃 甚至这个几十通的 这些元代的悲客级明文 呃 呃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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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明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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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教》的跟皇室的关系 跟呃 这个道派啊 各个道派的之间的联络 以及武当山中 呃 一些著名的高道 他们的一些绅士 然后的法脉 传承 以及在武当山的一些活动的踪迹 可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 非常精彩 我看了以后 我非常对这个黄老师的 他的这个智学的严谨 和他的下功夫之身 非常的敬佩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有请我们的评议人 我们的王冲老师 也是我们黄老师 武当山这个道教文化研究的团队 张作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我们的王冲老师 来进行对黄老师的这个讲座 进行点评 有请王冲老师 有请您 好谢谢这个江老师 可以听到吧 可以没问题非常好 好谢谢江老师 谢谢这个永昌院长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讲座 我看到这个永昌的这个PPT 非常的有感触 因为他用了很多这个 一手的这个杯客的图片 什么的 那些图片我非常熟悉 为什么呢 因为好多图片都是我跟永昌 当年我们俩一块 还有杨老师 我们几个一起去武龙宫 包括去南岩拍下来的 我看那个样式就很熟悉 很熟悉 都特别提倡 这个所谓人类学 社会学等方法 也特别重视对于这个田野悲客的这些调查 我们当时呢 就是主要是在武当山做 原来没做之前呢 因为我们是做我是本身是做传世文献出身的哈 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深的感触 等到武当山去做了以后 才知道其中的这个辛苦 我记得当时永昌 刚才那PPT上放的那个张首清那块碑啊 就是封张首清为体学庙运 太和真人的那块元代的圣旨碑 这块碑就在南岩的这个 那个小竹林里边躺在地上 那是个大夏天啊 我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包括南岩还有其他的一些碑 在那个树林里边 夏天穿衣服穿的不多嘛 都都穿个短袖短裤什么的 那个蚊虫叮咬 特别难受 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坚持下来了 一个下午把这些东西都收获很大 收获很大哈 所以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哈 勾起了我的很多往事 当然了 你现在杨老师退休了 这个我们这个武当文化研究中心 在永昌院长的这个带领下 也会发展到越来越好啊 上个月他们还开了一个会 来谋划这个武当学的这样的一个 建设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 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 那么关于这个 呃 黄院长的这个讲座呢 刚才呃 江老师已经做了非常好的 这个概括和 评译了哈 呃 我觉得 黄院长这个讲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呃 把这个传世文献 和出土文献 和和这个和这个贝克文献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 呃 他基于第一手大量的这个田野调查的史料 然后去把这些史料跟传世文献去进行对读 因为现存武当山元代比较多的 因为元代的武当山呢 大概就三个宫这地方比较呃 比较有名哈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武龙宫 然后就是这个天一真庆宫哈 就是南岩宫 现在的这个 还有就是紫霄宫 就是三个地方 其中留下来东西最多的就是武龙宫和这个 和紫霄宫 呃 明初任志源 在宣德年间编的这个大跃太和山志的时候 收了非常多的元代的贝克 所以任志源那个志特别难得啊 他收了非常 几乎把元代武当山重要的贝克都放进去了 所以这些贝文其实传世文献中都有 一般学者做研究的时候呢 就满足于这个传世文献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 我想永昌的这个 一个很大的特点呢 他就注意到把这个传世文献还要拿去跟田野调查里边 所获得的这些原始的贝克文献进行一个比比对 这个比对是能发现非常多的一些问题的啊 刚才永昌在讲座里边也提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的研究方法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思考的 包括他的讲座里边就利用这些贝克的文献对于整个元代武当山道教史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 给我们也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些启发吧 基本上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啊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的呢就是结合我自己的研究哈 我想谈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因为武当山给了我非常多的学术启发 我博士毕业以后到现在这几年写的论文里边大概三分之二都是跟武当山有关 另外三分之一呢是写近代道教的 那么关于武当山的研究呢 我们都知道武当山最鼎盛的时候是在明代哈 明代号称皇室家庙嘛 你看明代的这个国家祭祀体系里边武当山的地位是比五岳还要高的 他也在这个约正海祖的祭祀体系里边 但是他称大岳 后来又称玄岳 所谓大岳呢那就是高于五岳啊 所以明朝人 他们对于明朝人来讲 他们不仅仅有五岳 他们一般有的时候称为叫六岳啊 明朝末年的时候有人编书叫六岳登陵志 就是谈的这六座山 所以明朝的时候武当山的地位非常高 问题的关键就是武当山在明代地位这么高 他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有一个非常长期的漫长的发展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的大概的线索我们现在是比较清晰的 就是从宋代开始的崛起 然后元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最后到了明初 朱棣大学武当山 武当山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 这是一个跨越了三四百年的这么样的一段漫长的历程哈 对于整个中国道教史而言 我想在这段历史里边 大家过去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 所谓全真教呀 北方的新道派呀 南方的这个三上福禄啊 等等这样那些东西 其实武当山在这段时间里的崛起 也特别值得关注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什么地方呢 现在学界我个人认为对于武当山的崛起 这个研究还不够 就是现有的研究还没有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武当山能够崛起 无论是他在中国道教史中的崛起 还是他在整个中国山岳文化和中国历史中 中国社会历史中的这个崛起啊 大概的线索我们熟悉 但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山 为什么单单是这样的一座山 我自己原来做过一些思考和研究 我前两年有一篇文章是以武龙宫啊 为例 因为武龙宫是武当山历史最悠久的一座 公关 也是元代最重要的一座公关 我是以他为例想说明这个问题 但是呢 因为仅仅限于谈武龙宫吧 我没有更多的去谈其他的问题 这两年呢 尤其最近呢 我会有新的思考 我今年会有新的文章 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把这个问题 从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解释 因为我认为仅仅从道教的内史 从宗教的内史 还无法解释这个问题 或者说不能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 我想还应该把它放到更大的中国社会历史的背景中去 尝试它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 元代当然更重要了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也就是永昌这个PPT的这个重要 他的这个报告的这个重要性的这个所在了 那么这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我上个月在 在汽车学院他们的会议上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发言 但因为只有五分钟 我大概只讲了几十秒 没有把它讲的很 做一个很详细的这个阐述 今天借江老师这个机会 我想多说几分钟 多说两句 这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就必须要把它 把古当生的崛起 跟宋代以后 整个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个变迁 给它联系到一起去思考 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这个政治文化里边 有一种叫做跟政治合法性有关的这个东西 就是怎么来塑造论述政权的这个合法性 在儒家传统里边有非常多的理论资源去论说它 去诉说它 比如说风扇泰山 这个大家都熟悉是吧 所以泰山风扇是古代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 有关政治合法性的这么样的一个表达 包括就是武德宗史 德韵 然后就是祥瑞 等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 儒家那个传统里边的这个政治文化资源 但是这套东西呢 从汉代以后 到南北朝的唐代都非常非常的发达 到了宋代以后 慢慢就搞不下去了 为什么搞不下去呢 跟宋代这个新儒学的 兴起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宋代理学兴起来以后 你看那个欧阳修有一篇很有名的论文 叫正统论 就谈中国古代什么样的政权 才算是正统 按照传统儒家的那套 政治合法性的论述 那就谁是 就天命嘛 在谁 德韵在谁 武德忠实 谁有祥瑞 那就有合法性 欧阳修学把这些东西都否定掉了 所以你看宋正宗 塑造在诉说他的政治合法性的时候 他用了非常多道教的理论资源 就传统儒学的那套被批评了以后 道教的这套东西慢慢就进来了 所以你看宋正宗除了搞风扇 搞这个祭祀这个后土 同时他还搞天书下降 这个天书下降就是典型的道教 进入了国家的这个政治文化 这个塑造的这个场域里边去了 到了宋徽宗也是这样的 所以宋徽宗时期有神效运动什么的 过去我们传统的历史叙述 总是把这段历史 说是帝王很昏啊 很昏晕 然后来这个 其实不能这样去看他 我们今天平行经济的看 那是他属于当时的一种意识形态建设 政治合法性的论述 这么样的一套东西 所以你看到宋代以后 传统儒家的被批判以后 道教的东西慢慢就进去了 而且进去的越来越多 宋真宗是把它做了一个整合 他既搞风扇 又搞天书下降 又搞圣祖降临 就把儒家的道家的全部揉到一起去 宋真宗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去泰山做风扇了 为什么呢 搞不下去了 因为批判的很厉害 所以你看到宋徽宗那儿就只能搞神效运动 搞这些东西了 那么再到宋代以后呢 不仅仅是这个 传统的德运 就武德忠史 这是中国古代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种 政治文化的这个理论 宋代以后也就搞不下去了 宋朝应该是最后一次吧 宋朝是火德嘛 你看南宋这个宋高宗 建南宋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年号叫建延 南宋有一个不很有名的史书 叫建延以来信念要路 什么叫建延 延就是火 建延就是重建他们宋家的 他们赵家的德运 所以宋朝人搞了 到元明清三代 武德忠史这块也搞不下去 没有了 元明清三代帝王都不搞这个东西 就不从这个角度去论述他的政治合法性 风扇 他也不从这个角度去论述了 就是儒家 因为宋代理学对他进行很多的批判 所以但是 政治合法性的论述必须要有 你传统的儒家的资源和理论 不能给你支撑 那么你从哪去找理论资源 来论述你的政治合法性呢 中国古代传统就是如是到 这三家主流的理论体系 因为佛教是外来的 他也不太关心这些东西 所以儒家的这个东西慢慢下来了以后 道教的这个理论资源就被借进来了 所以你能看到在宋朝的时候 道教进入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 这些意识形态建设 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东西 真武信仰在其中慢慢就起来了 那么元朝呢是一个特别关键 特别重要 对于武当山对于真武信仰来说 为什么呢 就是他在元代的政治文化建设里边 真武信仰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刚才永昌这个PPC里边讲到了 就是 智元6年哈1269年 1275年 1276年哈南宋投降 忽必烈 投降元朝 在这之前的前几年 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就建元大都 当时在元大都的西北面 就出现了龟蛇 大冬天的挖出了龟蛇 当时忽必烈的谋士 叫徐世龙 他是一个汉人哈 他是忽必烈这个金连川谋士集团中 很重要的一员 他就开始对这个事情大做文章 他觉得这是什么呢 这是天降祥瑞 他还用 其实他还是在用古代的这个 儒家的那一套武德宗史说 就是阴言家 包括儒家和美也讲这套东西 武德宗史的这么一套东西 说这是因为龟蛇是叫黑地嘛 玄地嘛 在北方嘛 他们代表的是水 而赵宋正好是火的 水能克火 所以他觉得这是象征着 我们这个元朝马上要统一天下了 后来历史发展果然就是这么来的 没过几年 这个南宋就灭亡了 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对元朝人触动非常大 所以徐世龙又写了那个 什么那个在玄天上 你起身灵异录里边就有那么几块碑 特别谈到了 他说我朝水德 很有意思哈 这是徐世龙想要来给 马上要统一中国的元朝来做一个政治合法性的 这么样一个论述 但这道东西啊 元朝人只接受了一半 就是那个我朝水德那个东西 元朝人没接受 一个是因为他是少数民族 他不care这个东西啊 这是他们这是汉人古代的这套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经过两宋的这个批判 元朝人也不太能够去接受这么一套武德宗史的这么一套东西了 其实当时还有很多很多的关于元朝德运的讨论 元朝皇室对这些东西都不置口否 所以只接受了一半 但是另外一个作为他们要统一天下的祥瑞 这个他们接受了 所以就近于这样的一个原因 争武信仰开始进入了元朝 或者说整个中国历史中元代的这个政治文化的这个政治合法性的论述里边 进去了 那进去了以后呢 当时武当山还一炼荒废 一直到1275年以后 南宋投降以后 才有刚才永昌PPT上说的那个鲁大幼汪真常 这些全镇道从北方进了武当山 来欣赴武当山 大约过了40年以后 到张首清那个时候 对于武当山再一次的进入了元皇室的视野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刚才永昌说的这个张首清因为去元大都岛屿成功 岛屿成功以后 后来那个事情发生了元仁宗 皇庆元年 就元仁宗刚刚继位的那个第一年 再加上这个元仁宗那个生日又跟真武神一样 所以这么一来二去 他们再加上真武神又是曾经是元朝统一天下的祥瑞 所以元仁宗对于武当山 对于真武这个重分又重新起来了 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开始在武当山的武龙宫和南岩宫建金禄教 每年天寿节 皇帝生日那天建金禄教 这个事情的意义很重大 他表明什么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武当山开始正式的进入了元朝国家的祭祀体系 他是元皇室在南方在金香地区非常重要的国家祭祀点 这个国家祭祀这个金禄大教 他不是普通的宗教仪式 他是国家仪式 你去看看那些碑文里边 每做一次那不是倒灌自己的私事 那是国家仪式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要投入进去 所以换句话说 从元仁宗以后的武当山的这三个公关 他不仅仅是一个道教的公关了 他也是元朝重要的国家理智建筑 我用的是这个词 重要的国家理智建筑 所以他又进一步的揉进了元代的那个政治文化里边去 这是元代武当山的这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最后到了明初 朱棣创位以后 他要做他的政治合法性的论述 因为传统的儒家的那套的这个东西 我刚才说过已经慢慢的就没有人再去用那套东西 什么武德忠史 什么这些东西都不用了 所以他最后拿来的还是真武 就元朝人所用的那套东西 所以就大修武当山 所以我想应该从这样一个宋代以后 整个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么样的那个 政治合法性的论述 这种政治文化的变迁 这个政治史的变迁的角度 去理解去解释武当山 或者是真武信仰 为什么能够在宋代的宋元明三代 尤其是元明两代不断的崛起 然后在明代取得那样的一个 特殊的地位 这是我目前的一些 简单的思考 我会有一篇很长的文章 去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没办法详细的去 去讲述 我只能就是做一些自己的这个分享 也求教于这个勇畅院长 也求教于这个江老师 总之 我张用的时间也够多的了 就是总之这个 勇畅的这个讲座非常的精彩 无论是从方法上 还从结论上 对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启发 对于元代武当道教史的研究 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推进 我们也期待着武当文化研究 预传播中心 在皇院长的带领下 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学术成果 同时我也特别感谢江老师 最后再说几句 因为我是第二次参加这个江老师 所主办的这个人民大学的这个讲座 因为在年前江老师请我来做这个 做过一次主讲人 江老师给我们道教研究学界 这个年轻一辈的学者们 搭了非常好的舞台 他的这个讲座只请这个年轻学者 几乎我看还没有请过这个成名已久的 这些学者 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对于你像历史学里边 他们每个短代史里边 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青年学者的活动 平台非常多 但是我们道教研究的这个很少 但是江老师这个平台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过去我跟紫册 还有学历 还有那个 还有许位啊 我们几个 我们原来也做过一个线上的 但是这两年 因为疫情完了以后 我就没搞了 包括上海王池那边也做了 那个北京那个深刻院 他们也会做 都很好 都很好 而且我们 我们研究中心 我们华中师范大学 这个道家道家研究中心 每次做学术讲座的时候 江老师每次都在 在线上 我特别感谢江老师 对我们这个研究中心 学术讲座的这个大力的支持 非常非常的感谢 好 我就啰啰嗦嗦说这么多 谢谢 谢谢 谢谢黎伯老师 谢谢王棠教授 刚才非常精彩的 非常精彩的点评 非常专业 非常的精深 因为王棠老师博士毕业之后 就长期在 这个武当山的 这个湖北 湖北汽车工事学院的 武当山的这个基地里面 工作了长达五六年 然后才去的华市 华中师大 所以他对武当山的悲客 武当山的道教文化 非常的熟悉 就像我刚才介绍 开始的时候 介绍王棠老师的时候 就说他是 可以说是 他是我们当下 道教研究的 青年一代的 非常杰出的学者之一 我们的讲座呢 也非常得到了我们 中国人民大学 活教育宗教研究所 我们也是教育部基地的 一个非常大力的支持 所以我们的宗旨呢 就是希望把全国的 优秀的中青年的学者 团结起来 因为资深的学者呢 就像王棠老师所说的 我从来没请过 原因就是 我们应该把机会 留给更多的 把学术 办成存学术 那么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黄老师 黄老师 您要不要针对 这个王棠老师的点评 您做一个回应 好的 那个能听到吗 能听到 请讲黄老师 应该来说 就刚才那个 王棠博士 做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点评和发挥 因为实际上 在这一块 他研究的比我要 要深一些 因为这个 我是属于信息点比较多 然后这个 没有像王棠这样 为兵为一 这个像王棠 是值得我去学习的 现在他是我的师弟 刚才他提的观点 应该来说 我是很赞同的 就是说 我们不能就道教 去论道教 那么如果是 因为道教来说 他包括我们 我们在很多的地方 谈到中天神学 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的祭天地 祭五月四度 这个来说 他的意义 实际上是超越了 一般意义上的 这个道教 或者是一个宗教行为 它是一个国家的 一个政治行为 这点上来讲 当我们去提 比如说皇室家庙 或者讲什么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 它是一个国家的行为 包括最近我们跟 杨立正老师 我们讨论 就是这个 比如说 这个与国逐离 包括这个 像我们说 这个 现在武当上 叫做这个国家 祈福圣地 它不是 简单意义上的 一个宗教 道教信仰的问题 它对整个国家 可能我们需要 站在一个更高的 一个角度去思考 然后呢 就是说 实际上 宗教有宗教的 我们让西方叫做 凯撒的归凯撒的 上帝的归上帝 但是中国来说 中国的凯撒和上帝 往往是 融会在一起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如何将我们的 道教的研究 跟我们政治史的研究 或者是我们宗教的研究 跟历史的研究 更好的 把它结合起来 这里面应该来说 还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 第二个点 我想说一下 就是说 这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的这个 金石碑课 金石碑课里面 蝉饰文献和实物之间 差距还是比较大 因为这个 实物中有 但是残缺的也比较多 还有很多地方 还值得进一步的 去研究 然后实际上来讲 元代的东西呢 你看我们 无论是看词 全人文 全人诗 全人父 里面量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的 武当山 元代的东西的量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 要多 要多不少 这边还有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攻坚 这边 也期待这个 王闯的大作 早日出来 我也会再 感谢江老师 我会在今天的 这个讲座的地图之上 将我写的文章 这个 跟杨老师 我们在协商 这个稿子 拉拉扎扎 整的可小两万字 后面肯定要 要做浓缩 再做修改 后面的整体 把这篇文章 还是尽快 把它拿出来 后面有机会 就请这个 王闯 杉晓 江老师 帮我 帮我审读一下 指振一下 我的文章 我就先说这么多 看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这个老师们 有问题的 我可以回应一下 是 非常 我们非常期待 黄老师 还有王闯老师 两位老师的 接下来马上 出的这个大作 两篇非常重量级的 这个学术 我非常期待 接下来我们的 嘉宾 我们还有 我看了时间 其实还有足够的时间 我们可以开放 给大家 我们先优先 我们这个嘉宾 前台的 能够自由发言的 几位老师 那么同时呢 我们的不在 嘉宾台的 我们的听众 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以通过留言 我看到了 我留言的方式 已经打开了 大家可以自由的 把问题呢 写在 跟两位老师 如果有 有交流 有共通 可以写在 聊天室里 那么或者是 也可以微信给我 就是私信 给我之后 我把你拉到前台 也可以采用 这种方式 都可以 那么我看到 我在我们的 嘉宾前台里面 有几位老师 尤其是 同样是我们 这个武当山 道教文化 这个团队当中呢 也是重量级的人物 张全潇老师 在我们的嘉宾前台 我不知道方不方便 这个张全潇老师 张老师 您方便吗 您可以直接打开 我们的聊天室 跟两位老师 跟黄老师 王朝老师 进行一下互动 张全潇老师 您方不方便 张老师您好 我听到了 请讲 张老师请讲 谢谢张老师 谢谢永昌 还有王闯 这个和刚才 王朝讲的一样 听永昌讲武当山 特别亲切 一个呢 大家是一个团队的战友 第二个呢 都有武当山 这个情感纽带在这 我也是特别感谢 刚才王朝讲 这个江老师 有这样一个平台 不仅给永昌 这样一个机会 同时呢 也是给我们武当山 和武当文化 一个很好的 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刚才听了永昌的 这个讲座呢 我是认认真真 从头听到了 我这个非常的系统 也非常的全面 从这个文献 传世文献 到这个目前武当山 现存的悲客文献 还有这个悲客里面 反映的武当道教的 这种传承 还有教派的这个 这个关系 非常好 也很受启发 那么刚才这个 那个王朝呢 也谈了个人的一点想法 我觉得王朝刚才讲 那个非常好 就是研究这个道教呢 一定要从这个 宏观的这个角度来看 武当道教 他为什么 就是突然间就崛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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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当万古 欲为土 得土居然压滑松 这个好像是 王世珍讲的吧 这个沉寂了那么久 就这个 就一下子起来了 这中间肯定是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 内在的东西在里面 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 刚才这个 王朝讲的非常好 我也特别期待 王朝的这个 这个文章出来 能帮着我们 更好的解读 武当山这个 崛起的这样一个 一个历史背景 和他的这个 内在的这样一个 一个逻辑 同时呢 我个人也有一点想法 就是除了我们要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 可能也还需要一些 这个 微观的这个思考 比如刚才这个 永昌提到的 这些悲客 这些悲客里面呢 特别他 这个 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有一些 悲客的这个作者 这个悲客的作者呢 那个 山志里面和这个 方志里面 包括这个 道经里面记载的 有的悲客他有作者 有的没有作者 食物里面呢 他一般这个 这个 这个是有作者 但是呢 我我我看到 永昌讲的 其中有一些悲 他这个食物里面 竟然也没有作者 这个挺挺奇怪的 这个作者呢 我也一直在关注 这个悲的 他这个作者 究竟 究竟是谁 那就是这个 我看一下 是哪一块悲 这个 就是志元五年的 这个华阳岩祭碑 这华阳岩祭碑呢 他里面讲 讲的是这个 李明良 到京城去 来给这个作者 谈这个 华阳岩的 这个建设的情况 然后这个 京城的这个作者呢 就就后来给 给这个 给这个 写了这块碑 这个碑里面呢 还提到这个 这个作者呢 元统二年呢 奉这个 这个 元顺帝的命令啊 还带记这个 天下名山 其中还到了武当山 所以说他对武当山呢 还比较熟悉 然后这个 李明良给他一讲呢 他就写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华阳岩 华阳岩祭 这块碑 那么这个人 究竟是谁 有没有可能是杰西斯 这个 山子里面没有记 那个 食物碑里面呢 也没有记这个作者 只写了李明良历史 然后这个 少明庚主门 那么我们 能不能有 其他的这个 这个文献佐证 来找到这个作者 我觉得也挺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从李明良 包括这个 这中间呢 还有一个 这个 接下来是这个 以致政二年 给这个 给这个李明良 写这个华阳岩浩然子 于齋祭碑的这个作者 王植 他是奴陵人 江西人 那么 然后帮着这个 李明良 见这个 华阳岩的呢 管事兄弟呢 也是江西人 而李明良本人呢 也是江西人 那么 我 这中间呢 我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元代的时候 我们武当山崛起的时候 嗯 他和江西 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那么 就是元代 包括宋代 江西这块 和武当山的关系 应该是比较密切的 因为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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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道明编的 那个武当福利总征集呢 他后来 有一个 李诗顺的拔 这个李诗顺呢 也是在江西 那么 找李诗顺 为这个书写 拔的这个 王道一和 王道兴和米道一呢 也就是 搞这个元代 古铜殿的这个 募捐的这两个道士 他们把这个书呢 拿到了这个 李诗顺的 庐山脚下 请李诗顺来 来写这个序 这就是中间 我就在 在想 就是这个 宋元呢 武当道教的崛起 他和我们 其他一些地域 除了湖北 其他一些地域 尤其是江西 他这个关系 究竟是一个 怎么一回事 我也特别想 请这个 永昌呢 这个 王闯呢 还有这个江老师 大家如果有呢 有这方面的思考 或者发现呢 也帮我解答一下 其他的 我就 我就没有 没有要讲的了 这个已经占用了 大家很多时间了 再一次这个 谢谢永昌 这个王闯 还有江老师 谢谢 谢谢张老师 那么我们就有请 两位老师 先有请黄老师 您回应 张老师的 这个提问 嗯 好 那个 应该来说 呃 前小这块 他研究的很细啊 包括我们历代的 这个武当山志啊 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那个 我也在 思考着一个 应该来说 因为 江西 实际上在 宋代 宋代元代 是中国 尤其是南方地区啊 是文气最盛的 而相对来讲 这个 宋代到明代之前的 湖北的这个文化 是相对是比较弱的 所以你包括 我们讲 所以叫 在宋代的时候 我们整个荆州啊 考起一个进士 都很难 叫破天荒嘛 所以 呃 整个的就是江西 它在文化上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 高原地区 然后湖北是一个洼地 那么 在这里面的 呃 武当山来讲 它的 武当道教的发展来说 呃 是两块啊 应该是一个西北 一个东南啊 西北那边像不像 华山 松山啊 南边的这个 对龙虎山啊 然后这个 毛山啊 这边的吸收 都是比较多的 那么 这个地方 呃 因为庐林 庐林这个地方是 整个 应该是 像欧阳修啊 然后 包括这个 我们的这个 陈银雀先生呢 他们都是 罗林这块的人 罗林地区是江西文化中 最最集中 然后文化 包括我们后来知道 罗念安呢 呃 他也是那块的 就是呃 对武当山 而且呢 有一个点 我觉得可能 非常值得注意 就是江西人 跟武当山的 这个渊源 可能还值得 再再去挖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到 一直到明代 呃 明庆以后 实际上来说 武当山在这个 呃 在江西地区 影响也很大 其实这个地方 可能是一个双向的 呃 江西人找武当山 那个 呃 武当山在江西的影响 这个可能是一个 这个是值得去注意的一个问题 呃 包括我们去讲这个 呃 三三 呃 这个三三地写派 啊 这个 就是后期啊 这个茅山 茅山 龙虎山 武当山 作为这个三三浮路 新的这个三三浮路的 这个影响 他 那武当山的影响应该是 不只是在湖北 或者是金乡 呃 江淮地区 他在对于南方 呃 在整个南方影响 都是比较大的 呃 这个这个这个点 十一月份的时候 这个杨老师到汉中 啊 开这个西北道教论坛的时候 去讨论武当山 跟陕西的关系 啊 里面也起到很多的这个高道 啊 当然也许我们如果去 琢磨一下 比如说他跟河南啊 跟湖南 呃 联系也会很多 这个地方应该来讲 武当他在宋代 宋元以后 就已经成为一个 全国的一个 呃 信仰的高地 这个点是值得 值得去注意的 我就先回答这么多 好 谢谢黄老师 那么接下来 我们有请王朝老师 您要有没有补充 呃 对于这个 刚才张杨小老师的 这个 您要不要再做个回应 好 那个 全晓这个 问题很有意思 哈 呃 他其实谈的 虽然他谈的是江西 其实可能 这个问题更扩大一点 就是武当山跟 其他的这个地方啊 之间 这个东西呢 可能跟武当山地理位置 有关系 因为他正好处在 过去啊 南北交通的要道上 那个南北交通的要道 是什么呢 就是从南洋盆地 过襄阳 到江汉平原 这是唐朝以前 中国南北交通的大要道 交通咽喉 尤其是襄阳那个地方 武当山过去长久以来 是属于襄阳的 现在属于实验了 那是我们人民共和国以后 做了这个 区化改革以后才是他的 原来长期是属于襄阳的 呃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武当山的位置特别重要 因为元代呢 是南宋投降以后 元代是又实现了一次南北统一 武当山恰好就在这个南北交汇点上 所以南来北往的这个人员流动 非常的频繁 那至于刚才全晓说 为什么江西 他跟这些有什么关系 我想可能跟当时的交通有关系 呃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 你看朱棣修武当山的时候 他的那个金顶 就是在北京修好的 修完以后就由运河这么过下来 过长江 最后由长江进汉江 最后到武当山 他走的是这么一条线路 这条线路经过长江这线路 正好就可以 从武当山南下 东去啊 就可以到江西 所以这两个地方 过去交通是比较便利的 他们离的也很近啊 我猜测可能跟他的商路 跟这些水路都有关系 呃 至于为什么 其他的我 就是江西是不是站 那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我觉得还有带更多的史料去发掘 我个人反而觉得 你看从元末到明初的时候 尤其是明初的武当山 那很多公关里边的一些道士 反而跟陕西的来往更密切 你看有特别多的都是 从陕西重阳闻寿宫 就是全真教那个祖庭过去的 明初的时候特别特别多啊 非常非常多 这又是另外一条道路了啊 他们过秦岭从那边过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值得进一步 我只能就 我的理解大概就是这样嘛 也我也没有特别思考过 好的 谢谢谢谢 好也谢谢 谢谢王城老师 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啊 有朋友有听众给我发来自信 说催促我快速进入到答疑环节 我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 有一些朋友 听众朋友提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有一些问题啊 它不属于学术性的问题 我建议这个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主讲人黄老师啊 可以作为筛选挑战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最后一个 最后就四川大学的一个听子 叫王俊 这个字抱歉 王俊 这个听众这个朋友 他提的这个问题 要不要给大家念一下 元朝皇室乃至明太宗的信仰 并不单一 元朝皇室同时也信奉藏传佛教 朱棣也曾经在南京的陵谷寺 封了藏传佛教 活佛为大宝法王 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武当山武隆宫是皇室家庙 是否由于缺少其他事欲而略显武断 明太宗决定大修武当山 是在永了十年 距离啊 靖难成功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是否仍有必要借助武当山来构建 合法性的必要 同样信奉大黑天的元朝同志者 入主中原以后又是否有这样的必要性 这个问题涉及到 好像涉及到两三个的问题 黄老师 那个感谢这个王博士的这个提问啊 我简单回应一下 实际上来说中国历代的帝王来说 他的从来都不会说除非个别的啊 这种就是特别崇辱的崇信佛教或者崇信道教 其实很多来说他是佛道兼修的啊 这个用那个永了皇帝 其实我们也知道他跟他跟很多佛经啊 也写过序啊 他信佛的也很多 所以这个信佛不等于他不可以信道啊 这个地方来说 实际上当我们说武当山是皇室家庙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皇家这个 他并不是说他是唯一的指导你这个地方来 但是就是说他确实到武当山来过 然后在武当山办过很多的这个 这个告天啊 然后祈福啊 一些重要的一些宅教活动 这个是不 这个无论是在文献还是在贝克中 就是不真的事实啊 他提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永了皇帝 为什么在永了十年修武当山 注意这个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正式策划是九年啊 当时找孙秉云他们去设计 然后呢 刚好明年啊 今年二四年是武当山建成六万年 那么他是从设计到最后做完 花了十四年时间 但是呢 在我们讲那个永了皇帝 写的这个武当山的道工之碑中 特别去讲到为什么要修武当山 因为在立国之初 应该来说 这个一个他要修故宫 然后修武当 这个都是皇家功臣 那个功臣浩大 而且呢 他要攒钱了 花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呢 但是这个 是否有这个合法性的话 其实 建议这个 这个王博士 看一下这个永了皇帝 这个道工之碑 下面讲得非常清楚 包括 我们讲这个 志愿章 建立明朝 包括这个纪念之一 它真是两个纪念 不能只说纪念之一一个事 这个 合法性 它是始终存在的 始终存在的 如果说 一个 你包括我们可以看 整个永了皇帝 在 这个 找张三丰 找建文帝 其实他整个 王朝时期 始终纠结于他 这个合法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 不是说一年两年去解决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然后对于 整个元朝 入职中原 是否有这个必要 怎么去说呢 整个元朝 我们可以看 它的证据是很动荡的 那么 像我前面提到 它就是前面两个 前面的皇帝 和后面皇帝 隔三十多年 中间的三十多年 换了 六七 七八个皇帝 它这个证据非常动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它更加小 而且呢 整个元代 包括明代 都有一个问题 这个黄四 是很差的 这个就是经常的 这个出现继承人的 这个危机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 作为明代也 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大量的 那个 因为武当的真武 它是 其实它是森职神 那么在这里面呢 有这个 其四啊 然后这个 延西啊 然后希望国家 这个 它也有现实的一个需求 有现实的一个需求 整个的 实际上来说 元代到明代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整个 皇家的这个 皇室 这个很 很 不忘啊 这个子嗣不多 然后这个 证据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 一个稳定的 啊 这个一个神灵的 一个信仰 它是有必要的 我 我先就这么说吧 嗯 好 谢谢黄老师 呃 另外还有一个 匿名的 一个 听众 呃 他实际上发了问题 在上面 但是 呃 我个人觉得 他不是学生问题 是不是这个 教育神的关系 那个问题 呃 好像不是 呃 是 因为他又 刚才又私聊 给我发了 反复发 说是 要 呃 他说是这个 说请问元代悲客 一 武当 武当道教发展 我看到这个问题了 我可以回忆一下 就根据您 您要是觉得 可以回忆 就回忆 呃 我回忆一下 我回忆一下 因为 呃 我实际上是以 悲客为这个 史料啊 以为这个 呃 那么 像来说 武当山 不是所有的 元代的 这个很多悲呢 实体悲已经不在了 但是呢 我是以实体的 现有的实体的悲 为主体的 然后呢 包括这个 注录的情况啊 呃 去讲 所以悲客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引子 啊 那么武当道教设计的问题很多 那么呃 其实没有办法在一个讲座 或者一篇文章里把它都说全 比如说今天提到的这个玄教啊 玄教宗师啊 这个张留孙啊 吴前杰啊 呃 呃 其实你要去说光这儿都可以有很多东西说 包括今天刚才我也提到三三地球派的问题 他很难在 然后有一些东西呢 他实际上在悲客中不明显 所以呢 这里面我去讲 这个实际上是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元代悲客为核心 去分析武当道教的这个发展 是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呃 悲客他只是一个侧面啊 不足以从悲客去反映所有的东西 这个极光片语呢 是一个成语 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典故 实际上来说 表示我的东西很多 但是留下来的只是残层的一部分 我们某种意义上讲 就像这个考古一样 我们是从残层的一些这个文物遗迹之中 呃 以小见大去分析一些东西啊 啊 那么呃 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通过这个 这些食物啊 去反映所有 但是呢 即使是这样 这些食物本身它是有价值的 我们去研究历史 包括研究文 那个文物 文物它为什么有价值 有价值 其实不是求它有多权 是它真 它反映了历史的 某种意义上讲 它是代表了700年前的这个食物 那么这个里面 它超越的这个文献的地方就在这 它是真实的 它是带有历史信息的啊 我觉得想这样去理解会好一些 好 谢谢 呃 谢谢黄老师 也不知道这位朋友 呃 是不是满意啊 呃 另外那个极简生活的这位朋友 他提的问题 您看黄老师 您觉得 哪一个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教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解释 呃 实际上在有教之前已经有神了 是吧 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呃 崇拜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宗教来说 它 它有不单的 呃 我们讲教类有派啊 然后教外有不同的教 但是神啊 这个从我们远古时期到现在 然后呢 在前世纪它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 呃 那么 我们在在这个里面 包括前面跟大家提到 比如我们讲宗天神学的问题 啊 国家的这个 对 对这个神 对这个合法性的 应该来说 宗教 我们 我们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国家 我们 并不是一个议员的这个宗教的 我们也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宗教国家 我们是在用宗教 但是呢 不是唯一的去重信某一种宗教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 呃 到我们今天 包括我们经常会去讨论 道教跟大众信仰 或者民间信仰的关系的地方 就在这 因为呃 不能用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书上 他他他他写的地方 呃是 呃 就就就是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统一的 有个标准一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实际上历史的发展 应该是还是比较复杂 啊 然后这里面提到 像修炼的一些东西啊 呃 佛 我们道教啊 有没有方先道啊 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 各个方面啊 这个先学啊 道教 他有相联系的地方 在我们的备课中 有写修炼的地方 但是呢 呃 是直言片语不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 没有没有细说啊 因为 当然了解讲呢 可能需要结合 其他的文献去再再再去讲 呃 备课 备课来说 他里面所 咱们的信息是很丰富的 但是呢 每一个点都不是特别多 所以呢 我在今天的这个报告里面 没有办法把它展开 嗯 谢谢黄老师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还拉回我们的嘉宾嘉宾台 我们嘉宾前台有两位啊 是我们这个武当山道教许愿 啊 是既是我们的呃 教内的老呃 道士朋友们 同时又是我们的呃 在读书的呃 这个研究人员 呃 一位呢 就是我们刚才 这个开始介绍的时候 呃 李新啊 再一个就是我们武当山道教学院的 呃 赵全云赵老师 啊 他们两位都是武当山 这个道教学院的老师 啊 呃 是不是呃 有请两位啊 如果方便的话 也也跟呃 尤其是赵老师 因为李新刚才呃 开始的时候 跟两位老师呃 打过招呼 呃 武当山道教学院的赵老师 赵全云老师 您方不方便 呃 跟两位老师互动一下 你好 呃 那个我跟黄老师这边都挺熟的 然后包括王传王老师这边 也好像也自他们都到学院来也见过了 也见过 然后因为对于 可能对于学术这块的话 我可能没有那个太多 因为我做的 所以科医为主 所以学术这块的话 呃可能没有那么深入 呃就是研究这块可能不太深入 因为黄老师那边我以前跟你跟他聊过一些 呃当时因为他是做在我们学校引上 都教室 所以聊的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些和我们一个科医有关的 呃在悲客这块我可能 聊聊也真的不是太太清楚 因为今天说说呃黄老师讲那个我听了这个说我也好多也是可能第一次才听到这一些问题 呃所以说不能可能说怎么聊着 啊 啊 啊 谢谢 谢谢 李欣 李欣 李欣有有有没有问题跟两位老师有互动的 张老师好 嗯 其实就是刚才那个赵老师呢 他可能有了一个问题 就是黄老师在这个讲座的时候讲到那个转音店 那个杯上的杯纹的时候 我记得是是去年夏天我和赵老师上经典 然后我们俩就发现这个杯纹了 赵老师拿着这个手机手电给我打着 我还专门录了视频 我说呀这个东西有意义 我应该研究研究 很可惜就是后面我那个手机坏掉了 这个资料全给丢了 呃当然了我这个个人的学识有限 呃 这种也注定就是要把这个好东西 呃留给这个黄老师 然后让我们来学习 然后同时呢 还有一个一个典故 就是您提到那个太极公的时候 那不是一个年轻的道士的形象吗 里面 我大概是在三年前 刘会长带着我们去那去探访一次 啊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我们说这是祖师爷 我们还在那儿给给祖师爷 呃朝拜了 呃就是也是跟王闯老师一样 就看到黄老师的这么多杯客 呃感触感触很深 黄老师智学的严谨 也是我一直学习的一个榜样 呃但是呢这个 嗯可能黄老师从一开始就提到说 这个元带的杯客 就是我们看到武当山杯客 其实挺丰富的 呃就是我您您在讲的时候 我一直一个疑问就是说 呃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收录 会从古籍到现在的一些一些一些作品 都没有收录呢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嗯好 那个李星我我回应一下啊 呃怎么说呢 呃就是不是没有收录 其实收录的不全 你像我们三制中啊 人字元的里面收了小二十种 然后后面呢 第一代的制书基本上就是 呃五种四种三种 呃呃还有一种情况 其实有一些杯可能在 元末民粗啊 这个变迁 特别是大修武当过程中 有很多门毁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元带的很多杯只有玉杯头 呃这个就是正文杯身 已经不在了 呃这个 所以呢就是说 后面的人他们在整理 因为杯不在了 就是有一个点 就做踏片没法做 呃还有一个 我们其实在研究武当杯课的时候 发现一个情况 整个武当山呢 这个 甚至在南方地区 这个他都是 这个杯啊都是侵蚀的 然后呢 风化的是比较严重 只有呢 像明代的几个玉杯啊 放在玉杯亭里头 那个刻的比较好的时候呢 踏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如果是在野外 经过七百年的时光 这种自然的风化之后啊 很多实际上是 呃很难 很难把它这个保存 就是他整个保管的情况啊 你像我们看这个三进 十个大全 然后我们看陕西 看三西 看河北 这个杯保存的情况就非常好 呃武当山这边呢 就是相对要差很多 所以他好的杯 在当时记录就是王毅的 呃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 现代收录的情况 这个陈元先生的那个 呃里面说的比较多 他实际上是在一百年前 差不多二三十年代 用的那个义丰堂啊 庙前 那个这个 庙前孙他们的这个 义丰堂的这个踏片 用那个踏片跟传世文献 去核对的时候去发现 那么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 可能在北图 还有几块 像这个润印杯啊 然后这个 有几块杯 应该还有武当山的这个杯啊 可能有两到三个踏片 还在 但是呢 就是 不多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 我想跟你们交流一下 就是呃 在前些年 这个我们跟武当山 跟实验室答案馆合作 搞这个武当杯课的时候 他们当时请这个 西安杯林的专家 到武当山来做这个踏片 当时你比如说这个 道工之杯啊 他们请这个光大架子 花了三天 然后呢 就是整个杯弄下来非常难 因为武当山这个 呃 杯大大小小的 这个 说实话要保留 真的一个 一套完整的踏片 呃 实际上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啊 这个呃 踏下来 然后传下来 存下来 那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那么 这样来说 所以一般的文献中记载的 像这个 既天一真情宫的这个杯 或者武隆宫的这个杯 呃 一般的既这几块杯的大一点 一般的杯这个 他相对来说 可能这个杯放在放着 丢着没人管 他可能意外的 呃 还留下来了 那么呃 在 如果是在这个大宫里头 呃 很有可能就 真的 你像 我们现在像 张守青那个杯 就是丢在 就丢在这个树林里头 那个 意外的 把他保护下来 啊 呃 对 这也是说 就是我们道教公关 不只是武当山 就是很多公关 就是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这个东西首先是我们可能意识不到有有有很大的一个文物价值 然后是就丢在那里 其实我在北京也发现很多这样的情况 当然也很期待这个黄老师的文章 啊 完了之后就是 你看看我们能够能够对武当山研究 就是给我们指出一个更明确的一个道路 很期待您的文章 谢谢黄老师 谢谢 我我我会努力的 好 好 谢谢 呃 好 刚才群里呃 呃 有专门给我发私聊的朋友 也是里面的朋友 给我发了好几条 说要 想要 然后提供一下刚才的主讲人 以及刚才的道长的朋友的联系方式 我我我我回复 我就说我不能提供啊 因为这属于个人的 呃 这个个人的 呃 这属于个人信息啊 所以抱歉 不用您不用再给我发私聊啊 好 我们也 呃 呃 有最后一条啊 最后一个 我们的一个 一个一条 聊天实例 说黄老师您好 呃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那我就直接回啊 这个 那这个水检的这个 这个情况 这个是我们 呃 康队他们 这两年 呃 挖掘出来的 我看到了那个简文 看到了个简文的这个 相关的一些报道 那么目前呢 呃 就是呃 当然食物我 我并没有看到 我是看到了照片和 和这个 踏片啊 那么 就是 因为目前那个在 武当山的这个 我们的 这个 天池地池啊 这边挖 基本上就是已经挖完了 呃 目前的这个 呃 水检就是 呃 有一个 包括下面的有一些 呃 这个 龙啊 然后有一些食物 呃 目前的这一块呢 他还属于在 省文官所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武隆宫 这个 考古队这边啊 目前的 当然这个来说 按照惯例 他是应该由考古队 他们先去研究 包括后面 呃 也在整理啊 包括 这个武隆宫发掘了 他们整了不少 被包括武当山周围的啊 后面会出 呃 这个考古报告啊 那个 当然这点 呃 这个工作呢 是康队长那边的 事情啊 我呃 我知道一些 但是我没有太多的 去参与这个事啊 呃 要期待啊 那个 按照 他们的这个设想的话 可能武隆宫的 这个考古发掘啊 呃 周期会比较长 目前呢 只做了一小块 啊 那个 后面啊 呃 如果说 比如说像我们的 狼梅台周围 或者武当山的 这个 其他的道工啊 再继续挖的话 应该还有机会能够挖到东西 但是目前的情况啊 这个 这个项目是 暂时是到这一步啊 由森考古所啊 由他们去披露 因为我我我我只是知道一些事情 但是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项目 我借着这个 方老师 借着这个我想 跟您再讨论一下 这个这个武隆宫遗址 这个水碱排文的这个事情 因为 这个水碱排文呢 因为在去年 呃 现在 13年底 已经呃 在网上已经图片了 这 他的正反面都已经流传开了啊 大家 但事实上我 当时报道的时候 考古工作者报道的时候 就是说是 同龙检的水碱 但是我仔细看了他那个解文呢 排文 不是 我个人判断他不是水碱排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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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金鹿斋啊 或者这个 这个一个一个斋教仪式当中啊 应该是金鹿斋 他的一个 呃 所使用的一个 呃 嗯 就是用来呃 这个发 这个 他 我这么说吧 其实同龙检 他是专门的可以 对 因为那个 专门的 一套程序 但是那个 那个他不是 他不应该属于水 同龙仪式的 从文字上看 不属于 嗯 刚好武当山有一套 我们在30年前 这个9 91992年 在紫霄宫 挖掘出这个 我们讲三检 然后金龙玉壁 有完整的一套嘛 那个香王珠柏的 这个是吧 对对对对 他是一整套 对 然后那个简文呢 这个十八个字的转体 嗯 转文 然后六十多个 一百多个字的 那个悲客 非常清晰 那么武当公 发现的这个呢 他 其实来说 呃 他有 有这个 鸟 鸟转文 但是他这个信息不多 而且他只有一个 呃 就是 就是发现那个 那个像那个简样 他没有别的东西 如果是头龙 他应该是一整套东西 所以这个 我觉得武龙宫的 这个这个 水简这个 目前还不完整 就是不不完整 不足以说 他是一整套 是一个 是一个头龙的一个东西 而且 头龙是一个很高的 一个仪式 如果说 最后你只发现了一个 一个轻石的一块 一块 一个小简 一个小杯 没有 没有 其他的东西 还不好说 因为我的 江老师 王赵老师 您请讲 呃 那个 那个事情 呃 元代 不是 明初那个任资源的 大约泰横山志上 记载过 就是这个 这次金路大教的 详细的过程 呃 他怎么搞的 搞的哪些东西 在任资源的大约泰横山 那是朱棣 死之前 呃 头一天 头一天 死的前一天 在武当山搞的 当然 那会儿朱棣 正在那个 北征蒙古的过程中 做这个金路教的 第二天 朱棣就去世了 呃 所以 当然了 他可能不是为了朱棣 要死了 给他搞 因为那个时间上来不及 因为古代的交通条件 不可能头天要死了 马上给他搞 第二天 他就那个了 当然可能是前一阵子 安排下去的 所以这次金路大教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朱棣 在北征蒙古过程中 身体出了状况 倒是有可能 因为他做了好几个月 我们去看明史录 看明史的那个 朱棣的那个本记里边 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大概就在那个前后 第二天 做完朱棣 第二天就去世了 当然去朱棣出去 去世 武当山那些人还不知道的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一直还在做这个 是不是头龙检 也不是水检 应该没有问题 嗯 对那我赞同 就像王棠老师说的 他不是水检 考古工作者公布的时候 他把他错误的定了 水检是 头龙仪式 专门的仪式 对对对 应该是一整套 应该是一整套东西 他不光是一整套 因为现在我们的水检 有时候丢失了 现在发的这个水检 在五代时期的 前唐江 这个杭州那一带 浙江发现的 有大约这个 前王时代的 五代时期 这个前世 水检有大约有十几枚 他的文字是不一样的 他跟我们武当山的那个 是这个文字是不一样的 武当山的那个 只是应该是金鲁教所发的 这个福令中的一个 一个福盘 而不应该定名为这个水检 那可能在这点上 我们可能应该达成了 共识 这个还太早时 对 好 好 那 一晃 我们两个半小时过去了 今天可以说是非常感谢 这个我们的这个主讲人 黄老师 他的带来的一整行 我们说是第一手的 经过他 二十多年来 一直是 勤勤坑坑 一直在武当山 进行天野考察 天野调查的 第一手的材料 给我们带来了 非常好的 一个视觉上的一个体验 同时呢 也非常感谢 我们这个王朝老师 他的精彩点评呢 给我们 使我们对于这个 黄老师的这个讲座 有了更深 更专业 更好的一个领悟 和理解 同时我们也很感谢 我们的嘉宾前台的 我们的几位发言的 和没有机会 没有来得及发言的 几位朋友 几位老师 同时呢 也我们看到我们的 我们的良天实力 还有我们有接近 110人 达到了我们的 腾讯会议的顶峰 就是110人 我们一直 保持的这个记录 感谢很多 以秘名 这个没有实名的 所以我们无法辨认出来的 很多同学 老师和朋友们 关心我们的讲座 关心我们的 这个本唱讲座的 很多这个 以及系列讲座的 很多老师 和各位同学 再次感谢 主讲人和评议人 再次感谢各位大家 我们的讲座 就圆满结束 那么 邀请黄老师 您再讲一句 您要不要 感谢大家 感谢江老师 感谢人大 给了我一个 学习的机会 感谢王闯博士 我们这个 权小兄 然后李鑫 然后各位 提问的老师 这个相互切磋 这个今天 讲的不到位的地方 我会继续努 这个学术 是永无止境的 那个 希望在未来的时光 我们从武当出发 然后认识 加深对中国道教 加深对中国文化的 这个认识 我会努力的 谢谢大家 谢谢黄老师 王上老师 您要不要说两句 我不说了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我们就圆满结束 各位老师 辛苦了 谢谢 那我就关闭 关闭会议室了 谢谢 各位 大家晚安 谢谢 晚安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